第一章 炮灰女配她开摆了 菜是原罪 这是盛西穿越后的第一反应 她一个卷王 好不容易熬到可以生殖加薪 结果扭头就穿成了修仙文中 一个与她同名同姓的炮灰女配 原主因为不愿意交出内涵上古剑橘青苍橘的玉配 被名义上的师父明修仙君一掌打死 此刻 刚穿越过来的盛西正跪在洛峰宗正殿之外 手中紧紧捏着一枚玉配 距离死亡只剩下一句话的时间 明修仙君强大的威压压在身上 盛西吐出一口鲜血 被迫弯下背脊 鲜血滴落在玉配上 盛西握着玉配的指尖一阵酥麻 无数知识瞬间灌入她脑海中 是玉配中的青苍诀 这东西为什么要往她脑子里跑 明修仙君的威压继续加重 打断了盛西的思绪 她顾不上细想脑海中突然多出来的知识 面对地狱开局 盛西果断认怂 弟子愿将玉配献上 压在她身上的化神七微压 顿时清了不少 盛西擦掉嘴角的血 双手奉上玉配 请师尊笑纳 嗯 你是个懂事的 明修仙君故作矜持地点了点头 好似不收玉配就对不起盛西似的 她一抬手 沾了血的玉配就送盛西手中飞起 落在她掌心 大殿周围站满了人 刚刚都在帮腔让盛西交出玉配 如今话锋一转 纷纷夸盛西董事 指恩盛西环视一圈 勾起嘴角 在这儿跟她玩虚伪是吧 盛西义正言辞地说 师尊对我恩重如山 我报恩是应该的 这玉配贵重 师尊肯定不会让我吃亏 一定会好好补偿我 师兄们不必为我惋惜 原本还在夸她懂事的众人 一下有些猛 纷纷看向站在最上手的明修仙君 明修仙君的神色略微僵硬 化神七修为的他 看中一个练弃二层小铜的东西 愿意跟他说一声 已经是给了天大的面子 盛西居然还敢跟他提条件 但当着这么多青传弟子的面 不能显得太小气 明修仙君端着架子道 你说的不错 为师自然不会白拿你的东西 这你拿着 他一挥手 一枚零食袋落到盛西面前 明修仙君离去 店内的气氛轻松起来 一名蓝衣弟子走过来 笑应地说 等如月师妹修炼有成 作为他亲妹妹的你 也就有了依靠 盛西迅速在原主的记忆中 搜寻一圈 猜到这人的身份 李言锐 原著女主名为盛如月 是盛西的亲姐姐 李言锐虽然与原主青梅竹马 却是女主盛如月的第一舔狗 盛如月天生体寒 需要修炼阳性心法 原主玉佩内的上古剑爵 便属于阳性 李言锐为了讨好盛如月 特地将这一消息 泄露给明修仙君 才有了今日这一幕 盛西不嫌不淡地说 盛如月是我亲姐姐 又独占了我的剑爵 照顾我是理所应当 你高兴什么 以为他能看上你吗 还是你想吃他的软饭 李言锐脸上的笑意一下僵住 周围还没走开的师兄弟听见 纷纷笑出了声 盛西懒得理会舔狗 捡起零食袋 发现里面足足有一百上品零食 顿时觉得身上的伤都没那么疼了 这世道只要不休仙 一块上品零食 就能供一个普通的三口之家 生活一辈子 盛西上一世卷了一辈子 得到的福报是猝死 这一世身为炮灰女配 他决定躺平 洛峰宗是七大宗门之首 每年都有业绩考核 如果宗门贡献度不足 就会被赶出洛峰宗 这不是养老的好地方 盛西决定去找个凡人村镇咸鱼堂 反正有一百上品零食 他在凡间能过上皇帝的日子 离开正殿 盛西迫不及待地前往温元堂 希望解除与洛峰宗的弟子关系 温元堂长老匪所思地望着他 怀疑自己听错了 你要与洛峰宗脱离关系 盛西点头 搞快点 洛峰宗占了一大片山脉 各个峰之间距离很远 走路要走很久 驻击后 修士可以自己预见 或借助飞行法器穿梭 但练器器灵力不够 不想走路的话 只能做宗门提供的接饮仙鹤 接饮仙鹤白天免费 晚上收费 元主这些年为了宗门担惊截律 结果坚决说被抢就被抢 盛西现在不想再给洛峰宗花半块零食 着急去做免费的仙鹤 旁边问元堂的弟子 看到他的身份牌 所属明修仙君坐下 吃笑道 原来你就是盛西啊 听闻你有个姐姐是吉品牧林根 已经被明修仙君 说为亲传弟子 你在宗门好几年无所建树 是自觉没脸继续待在宗门 才想走的吧 是啊是啊 能帮我办快点吗 免费的接饮仙鹤 还有扮助箱的时间就要没了 盛西很急 嘲讽他的弟子 不知道为什么 他感受到了来自盛西的嘲讽 不思进取 长老狠狠弯了他一眼 在弟子名簿上勾掉盛西的名字 收回他的身份牌等物 嫌弃感人 盛西就跟出笼的小鸟似的 撒欢跑向接音口 赶在仙鹤下班前 坐上最后一只免费的仙鹤 朝山门飞去 洛峰宗有钱 但对这些免费仙鹤的照顾很一般 导致仙鹤羽毛暗淡 身形瘦削 盛西第一次坐仙鹤 抱着仙鹤脖子 忍不住跟仙鹤贴贴 仙鹤啊 每天这么飞来飞去累不累 宗门给的口粮也不合胃口吧 要不要跟我一起离开宗门 找个好地方咸鱼 仙鹤有一定明智 文言侧头看他 盛西从储物袋中取出一条小鱼竿 喂给仙鹤 人生苦短 及时行乐呀 居然是妈 你每天运送这么多宗门弟子 宗门给你发零食吗 给你改善口粮吗 盛西想起自己的前世 痛心疾首 宗门晚上让你们分批休息 是真的为你们好吗 不是 他们是怕你们累死了 重新再养一批仙鹤成本太高 你们晚上加班收到的零食 宗门给过你们一块吗 他们甚至连一句辛苦了都懒得给你 还觉得让你在这当差是你的福报 这工作不干也罢 仙鹤引颈高歌 清脆的叫声引来周围一群仙鹤 高亢清脆的鹤鸣声 此起彼伏 像是激烈的交流 越过层层高山 很快到了洛峰宗的山门 然而再有盛西的仙鹤 却没有在预定的接引渡口停下 而是直接带着盛西和身后的一大群仙鹤 浩浩荡荡飞出了山门 盛西 哦吼 他不仅自己脱离了洛峰宗 还拐走了洛峰宗的一群仙鹤 第二章 这逼太厉害 他有挂也打不过 洛峰宗山脚下就有城镇 隶属于洛峰宗管理 城中修士与凡人混合居住 非常繁华 这不是盛西的首选 他拐走了那么多仙鹤 怕洛峰宗寻仇 自然得离洛峰宗越远越好 将所有的仙鹤都装进灵兽袋后 盛西休息了一晚上 第二天朝灵气西伯的西北方走去 一路上风景如画 偶尔仙鹤出来放风 就会载着他飞一段距离 好不惬意 直到一道剑势迎面而来 差点将盛西和仙鹤 劈成两半 一道人影忽然出现 直接攻向盛西 盛西本能抽剑反击 接下蒙面人的一击 没想到竟然使出了青仓爵第一势 盛西震惊 上古剑劫这要牛掰嘛 他都没学究耐用 蒙面人也为盛西的反击感到诧异 但很快看清盛西只有练气气修为 料想刚刚不过是巧合 他又大胆起来 再次挥刀朝盛西冲去 不想死 就把身上除物袋和灵兽都交出来 打劫的 我可真倒霉 盛西被对方的大刀震得虎口发麻 正要让他尝尝什么叫上古剑劫 旁边忽然飞来一道金黄色的身影 一脚就将蒙面人踹翻在地 蒙面人试图反击 然而修为差距太大 黄一少年只一抬手 就直接将他击毙 盛西人都傻了 抱着仙鹤瑟瑟发抖 这逼太厉害 他有挂也打不过 然而黄一少年并未对他下手 而是露出明朗的笑 倒有厉害啊 竟然能在修为相差一个境界的情况下 从此人手下逃生 你怎么做到的 大概是因为青苍爵已经是本成熟的剑爵 会在危急关头自动运行吧 而且盛西发现 他得到的青苍爵是一整套剑爵 并非原书中圣如月得到的残片 这倒是与原著有差别了 原著中圣如月费了很大功夫 才打开玉佩 取得的剑爵也只是残片 后来他各处奔走 就是为了找到完整的青苍爵 不过这些都跟盛西没关系 现在的他只是一条平平无奇的咸鱼 面对少年的询问 盛西笑着说 运气好而已 少年没多问 动作熟人的拿走蒙面人的储物袋 丢给盛西一个 运气好也是实力的一种 我就是运气不好 每次都错过 花了半个月才找到这贼人 这是寻仇还是追捕 他干了什么 盛西指了指地上的尸体问 他呀 专门埋伏在路边截杀散修 前面有个凡人的村子 里面有一筑机修士隐居 这家伙为了杀人夺宝 与同伴一同截杀了 那名修士不算 因为担心被认出来 甚至将整个村子的凡人都杀光了 少年说到气愤处 狠狠踹了地上的人一脚 盛西倒吸一口凉气 发现在这个刀光剑影的世界中 想躺平也没那么容易 反倒是他先前落脚的洪峰城 因为有洛峰宗管辖 沿进城中修士动手 反而安全些 但盛西不能待在洪峰城 洛峰宗的弟子下山首选 就是洪峰城 盛西很容易跟他们遇上 被嘲笑几句无所谓 要是发现走失的仙鹤 都在盛西这 那盛西就完了 盛西果断决定换个宗门狗 看少年年纪轻轻 便修为不俗 盛西料想 他对修真戒的情况 应该很了解 道友知道 最近有哪些宗门在招收弟子吗 七大宗门都收 道友要不要来我们问新宗 提起这个 少年精神抖擞 我们问新宗难得收人 今年师父都亲自过来了呢 七大宗门以洛峰宗为首 问新宗是其中之一 只是常年排行末位 存在感极低 看过原著的盛西 甚至不记得有这个门派 但既然能进七大宗门 说明问新宗有点实力 应该不会轻易被灭门 盛西问出最在意的问题 问新宗会有绩效考核吗 少年爽朗挥手 没有 整个问新宗算上师父和长老 一共也就七个人 整那些虚头八脑的玩意儿干嘛 KPI考核还是个大宗门 不用担心随时被灭门 简直是闲鱼的首选 走去报名 两人一拍即合 当下决定去问新宗 先鹤因为受到惊吓 躲进名寿带中 其余先鹤心有余悸 不敢出来 没法带盛西飞去报名点 少年召唤出背上长剑 闪烁着寒光的长剑 飞到两人脚边 少年正要告诉盛西 禁问新宗还得看天赋和灵根 盛西已经先一步踏上长剑 随后像个炮弹似的飞了出去 少年惊呆了 通常都要驻击后才能遇见飞行 才练起二层的盛西 竟恐怖如斯 正在空中龙飞凤舞的盛西 救命啊 他只是好奇想试试 踩在剑上是什么感觉 谁知道剑就飞了出去 盛西的遇见飞行 像是没有规律可循的文字 踩着剑在空中360度的转 飞行轨迹比文箱还弯 少年避开一次次 差点刺中他面门上的飞剑 总算追上盛西 半飞在他身侧 道友 厉害呀 盛西感觉自己现在 就像是滚筒洗衣机中的衣服 被脚下的剑 转的脑子都快成江湖了 快让你的剑停下来 少年微微一笑 不 是你的剑 盛西 他强烈怀疑这小子在骂人 少年一脸纯真的问 道友 你这是什么遇见之术 怎么如此画风轻奇 盛西感受到了嘲讽 我不会遇见 你快让他停下 他一个练起二层 光是让自己不从剑上掉下去 就得调用起全身灵力 哪还有多余的灵力 去控制飞剑 少年赞赏地望着他 道友真是谦虚了 七大宗门的联合修正大会就在那里 我带你去 保证让你亮瞎全场 能不能亮瞎全场 盛西不知道 但他知道 这小子肯定是吓的 你回来 少年飞在前面扭头看他 笑得见兮兮的 来追我呀 脚下的剑与少年心有灵犀 立刻追上去 速度比刚刚更快 飞行带起的风吹的盛西睁不开眼 只剩下他愤怒又害怕的尖叫 哎呀呀 第三章 刚拜师就想叛逃 七大宗门修正大会 偌大的广场之上 七大宗门分别占据一方 大会即将结束 各大宗门都招揽到不少天资卓越的新弟子 只有问新宗门前空空荡荡 归长老长须短叹 小生与身旁的年轻男子商量 今年又是一个新弟子都没有 我们要不要下条招收标准 哪怕收几个外门弟子呢 男子笑着摇了摇头 宁缺无烂 他端起茶杯 清敏一口茶水 望向周围 梨洛还没回来吗 出去半个月了 说最迟今天回来 不知道又在哪里疯完 归长老冷哼一声 一天天的不务正业 还说想要个小师妹 也不知道来帮忙物色人才 问新宗在七大宗门中排行末位 名声不鲜 属于那种提起七大宗门 才会想起还有这么个门派的存在 七大宗门每年联合开展修真大会 从中选拔人才 天才基本都去了其他六大宗门 而问新宗的收图标准却不低 以至于很多年都没有新人加入 我出去看看 还有没有被埋没的人才 归长老不抱希望走出凉亭 忽然听到一串尖叫声 落霞漫天的天空之上 一道黑影急速朝他飞来 竟然是把明晃晃的见 归长老瞳孔放大 他活了这么多年 还是头一回遇上有人 竟敢在七大宗门的修真大会上行刺 快闪开 圣熙大声提醒 努力控制飞剑 躲开眼前的老者 只觉得对方周身亮起一道淡棕色的光弧 圣熙踩着飞剑上滑避开老者 趁离地面还算近 他立刻从飞剑上跳下去 稳稳落地 何人行刺老夫 归长老大怒 正要放出威压 就看见萧麗洛握住那柄剑潇洒落地 激动无比的凑到圣熙身旁 干得漂亮 我就知道你是个人才 想起刚刚的生死一线 圣熙也觉得自己是个人才 你说的对 两人愉快的击掌 面前忽然多了一道阴影 一位脑袋圆圆 背部微微勾搂 身形看起来比同龄人更厚实些的老者 正怒气冲冲地盯着他们 龟长老用尽全部力气 才忍住一巴掌呼上去的冲动 咬牙切齿地问 萧麗洛 反了你 萧麗洛还处在兴奋中 全然没注意到 龟长老的脸色极差 欢欢喜喜地凑过去说 长老 我给你找了个好苗子 这位道友练起二层就会遇见 差点削平你的脑袋 是不是很厉害 龟长老 我看是你想弄死我 不等龟长老开口 萧麗洛又开开心心跑进凉亭中 对握着茶杯的年轻男子道 师父 我眼光好吧 一下就找到这么厉害的道友 您收下他好不好 我想要个小师妹 静晨元君打量着圣西 眼中闪过无人察觉的错愕 过了好一会儿 他才弯起唇角 问圣西 你可愿拜我为师 静晨元君看模样不过二十来岁 风神俊朗 风姿绰约 身为眼狗的圣西 二话不说就同意了 愿意 萧麗洛立刻端来真好茶的茶杯 小声提醒 拜师茶 圣西特别上道 双手奉茶 徒儿圣西请师父喝茶 静晨元君喝了茶 从须弥界中取出一袋零食 一枚阴洛 这是为师的一点心意 一摆上品零食随便去买点什么 这枚阴洛你随身带着 能抵化神七全力一击 回宗门后 再去领取相应的弟子福利 发了 圣西满脑子只剩下这一个想法 原主先前在洛峰宗好几年 一块上品零食都没见过 就是圣如月 辛苦攒下几块上品零食 轻易也不敢动用 结果静晨元君随随便便 就给了他一百上品零食 那枚阴洛更是有价无事 化神七修士有一山倒海之能 七大宗门所在的东南灵界 修为最高的就是化神七修士 人数屈指可数 能抗住这个级别的权力一击 几乎代表圣西在东南灵界 怎么做妖都没事 谁说论新宗 穷的什么也没有 明明是隐形富豪好不好 圣西只觉得这个宗门选对了 给好好谢谢带他过来的大安人 刚刚虽然听龟长老 喊过萧丽洛的名字 但龟长老因为太过生气 口齿不清 圣西并未听清 只能再问一遍 师兄 你叫什么名字呀 萧丽洛露出洁白的虎牙 亮出自己的身份玉牌 我叫萧丽洛 望着那上面三个字 圣西如遭雷击 他好像进了个大坑 萧丽洛不就是原著中 那个最残怨大头吗 原著中 萧丽洛十五岁解单 天才少年 认识圣如遥后 他为圣如遥冲锋陷阵 英勇无畏 最后值得来一句 我只是拿你当弟弟 告白失败当天 他们遭到魔族围剿 萧丽洛主动留下来断后 掩护男女主离开 最后壮烈牺牲 死无全尸 不仅如此 圣西为数不多的记忆中 记得萧丽洛师兄弟几人 全都因为圣如遥而死 而且死得一个比一个惨 救命 他只想躺平 没想进炮灰窝 现在判出师门 还来得及吗 圣西的脚不由自主地往外迈 但没走两步 就被萧丽洛拽住 开开心心地带着他 往另一个方向走去 小师妹 你走错了 我们的非洲在这里 圣西想挣扎 走在前面的靖臣援军 和规长老听到动静 扭头看向他们 原著中对靖臣援军描述的不多 圣西没看完整本书 不知道靖臣援军结局如何 但他刚拜入师门就想脱宗 无疑是在打靖臣援军 和整个问新宗的脸 即使靖臣援军脾气再好 问新宗的其他人 也会一件弄死他 望着美人师傅和善的眼神 圣西耸了 乖乖走上非洲 非洲平稳地驶入云端 朝问新宗飞去 萧丽洛已在围栏上 哒哒哒将问新宗介绍一通 看圣西兴致不高 困惑地问 小师妹 你怎么了 目前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 圣西长叹一口气 心情沉重地拍了拍萧丽洛的肩 想吃点什么 就吃点什么吧 萧丽洛 为什么他有种一股临终关怀的感觉 第四章 大师兄实在是太惨了 问新宗所占地盘极大 只是灵气不够浓郁 在其他宗门眼中属于穷山恶水 然而实际上山清水秀 哪怕还沉浸在天要往我痛苦中的圣西 在非洲上 看见下面的连绵山脉 与俊秀河山时 都没那么悲伤了 他现在只有恋气二层 寿命与寻常凡人相差不大 能活个一百岁都算他命长 人故有一死 或撑死 或饿死 或病死 或老死 如果能死在这么一个风景秀丽的地方 圣西还是能接受的 毕竟这块做墓地的风水宝地 都不用他花钱买 四手五入 还是他赚了 换了个思路后 圣西豁然开朗 只要他躺得足够平 就没有什么困难可以打倒他 小师妹 下面的山头 除了已经有人的 其余你喜欢哪坐就选哪坐 萧黎落站在他身侧 热情的为圣西介绍温新宗的情况 圣西诧异 一人住一座山峰 是啊 我住那里 萧黎落全然不知道 圣西在惊讶什么 只像一处北边搬突了的山峰 那里还残留着他的剑气 是他平时练剑的地方 圣西发出幸福的窥叹 要知道 在落风中只有原音级别的大佬 才能拥有自己单独的山峰 圣西本来只想要一个小院子 没想到 竟然能独占一整个山头 这些山头各个都风光秀丽 随便选哪一座都行 圣西幸福的冒跑 直到龟长老握着一方玉盒走过来 打量着圣西问 还没问你是哪里人士 萧黎落简要说了 见到圣西的经过 龟长老长长的叹了口气 散修不容易 你没被人打死 也是运气好 往后好好修炼 别跟你师兄似的 成天就想着玩 这个拿着 圣西结果愈合 看到里面是两根长长的水草 鲜活翠绿 仿佛还生长在水中 哇 是水溪草诶 扶下一根水溪草 就能在一个时辰内在水中战斗力翻倍 萧黎落眼冒金星 显然他也眼馋这东西 谢谢龟长老 暗中分了一根水溪草给萧黎落 萧黎落顿时比他还要幸福 援助中 萧黎落有次为了救胜如月 在水中遇险 被伤到了根基 之后无法再晋升 圣西希望这根水溪草能够帮到他 在师兄妹两人的幸福中 小型非洲在问新宗正殿门前停下 静臣援军简要介绍了下宗门情况 将圣西交给龟长老安置 大师兄和四师兄出去办事了 不在宗门 二师兄在炼丹 三师兄在闭关 等他们出来了 我再给你引荐 今天先去选山头吧 萧黎落带着圣西走入大殿 龟长老已经准备妥当 身份牌和奇遇入门里 都已经放在里面 龟长老递给圣西一枚须迷戒 叮嘱他在上面刻下神诗烙印 这样只有圣西自己能取用里面的东西 随后 龟长老取出一个书本大小的小院模型 这是你的院子 起居用品都在里面 朝空地上一丢 住灵力就能变大 来选个山峰吧 以后你住那里了 龟长老召唤出一个沙盘模型 里面是问心踪地形模型 每个山峰上都有一个小木牌 上面刻着各个山峰的名字 看中哪个山峰 就捏住上面的小木牌 便会传送到对应地点 圣西是来咸鱼的 没选中间那些位置不错的山峰 选了最偏僻的一处 就这里吧 他刚捏住刻有安道峰的小木牌 身影便消失在大殿中 龟长老正与萧黎落说话 一时没注意到他选的山峰 愣了一下 他选了哪里 没注意 明天论论他吧 我走了 今天累死了 萧黎落打个哈欠 直接用正殿内的阵法 传送回自己的山峰 整个问心踪就这么几个人 圣西还有身份牌 柜长老料想出不了事 便也回了自己的住处 安道峰 圣西的身影从传送阵上跌落 传送阵的使用感受 堪比他又经历了一次下午的预见飞行 除了晕还是晕 但独享一座山峰的喜悦 很快冲淡了他的不适 圣西晕晕晕晕晕的起身 看到传送阵不远处 就有一幢小院子 与他手中的玲珑小屋一模一样 或 连放屋子的灵力都省下了 圣西推门进屋 小院内干干净净 还引了山泉水进屋 是个咸鱼的好地方 今天折腾了一天 圣西早就累了 看床上被褥都已经铺好 他进门就躺了上去 很快陷入沉眠 深夜 一道黑色的身影 悄然落在安道峰的小屋外 才落地 他便皱起眉头 握紧手中长剑 神色戒备地走入屋内 他的目光落在床上 那个凸起的被窝上 用剑翘拨开挡住脸的背脚 看到了呼呼大睡的圣西 蹭 一声 长剑出鞘 圣西猛然惊醒 借着月光 看到锋利的长剑折射出寒光 他立刻须密戒中 掏出一道定身符巢 对方丢去 男子轻松躲开他的符路 原本只出鞘半寸的长剑 已握在手中 男子强大的神石笼罩在小屋内外 让圣西完全无法用剑举攻击 圣西慌忙之下 甚至丢出了他的身份预牌 男子伸手接住 迅速扫了一眼 笼罩在周围的恐怖气息 一下子消失 你是师父新收的小师妹 圣西一愣 察觉到杀气消失 慢慢望向男子的脸 男子模样俊美 脸色苍白不似活人 一双翠绿色的眸子中 倒映出惊慌失措的他 望见这对眸子 圣西一下想起他的身份 问新宗大弟子渊县 同时他也是前任魔尊之子 原著中 渊县被弯掉了心口一窍 封印了魔族本相 以凡人之躯 再问新宗长大 后来圣如月发现了 他丢失的那一窍 借此控制住渊县 当众揭穿他的魔族身份 导致渊县被正道围攻 不得不回到魔界 最后死在圣如月的剑下 从此以后 圣如月变成了 拯救人族的大英雄 至于渊县有没有害过人 这不重要 谁会在乎一块垫脚石的过往 这简直是阿惨他妈 给阿惨开门 惨到家了 明明此刻处于劣势的是圣熙 但渊县从他眼中 看到了深深的联系 渊县 小师妹好像脑子不大正常 第五章 他要闲死再问新宗 我是渊县 渊县将自己的身份牌 与圣熙的一起丢给他 收了剑 圣熙试探性的喊了一声 大师兄 渊县微微汗手 退到一侧 不再看他 原著中对渊县的描写不多 妥妥就是个 为圣如月名扬天下铺路的工具人 圣熙对他不了解 觉得渊县应该不是那种 会无端夜闯深归的人 更何况渊县是金丹后妻 要杀他一个恋气妻轻而易举 完全不会给他反击的机会 想到这里 圣熙松了口气 小声嘟囔 你吓死我了 渊县看了他一眼 欲言又止 最后默默吐出两个字 抱歉 嗷活 来自前魔戒少主的赔礼道歉 这可是万人迷女主都没有的待遇呢 圣熙有点小傲娇 你的道歉一点诚意都没有 渊县沉默片刻 取出一袋零食放在桌上 这个可以吗 他的道歉好有诚意呀 数量不同的零食 在厨物袋中体现出的外在质感是不同的 圣熙一看就能看出 渊县给出的零食数量不少 但该装的逼 他还想装 我不是那种给零食就能收买的人 渊县又掏出一方玉盒 里面装有一株月光花 非常难得 是炼制氢毒丹的主要材料 可解百毒 他真的好大方 精神补偿这么多 圣熙都恨不得让渊县多下他几次了 他沉浸在幻想中 忘了表态 渊县以为是自己的道歉 还不够有诚意 又取出一块五行云铁 他就跟着圣诞老人似的 不断从须密戒里掏东西 没一会儿就将小圆桌摆满了 圣熙这才回神 连忙喊停 够了够了 我原谅你了 我拿这个就够了 其余你拿回去吧 他拿起零食袋 示意渊县将其余东西收回去 渊县却没动 都给你 一言难尽地望着他 圣熙的眼神无意间撇过 靠墙长台上摆着的一枚 镶嵌有宝石的小葫芦 忽然神色一降 那是千金酿 冤县汗手 一招手 蓝色为底的宝石葫芦 就稳稳停在了堆满宝物的小圆桌上 也给你 所谓的千金酿是修仙界中的一种灵酒 酒香醇厚甘甜 喝了有助于修为增长 非常难得 一滴千金难得 因此取了 千金酿这个名字 原著中 圣如月控制了冤县后 这一葫芦 千金酿便全给了他 被他用来洗水伐金 资质又上了一个档次 现在 看冤县如此自然地 将千金酿送出来 圣熙倒吸一口气 这里是你的房间 冤县看着他 沉默不语 这显然是默认了 怪不得他一来到安道峰 就已经有小院了 原来是早就有人居住 圣熙还以为是宗门福利 归长老多给他发了一套玲珑小屋 你怎么不早说 圣熙脸颊通红 他占了人家的屋子 睡了人家的床 竟然还好意思找人家要赔偿 冤县望着他 对上圣熙的眼神 又很快挪开视线 有些僵硬的说 你喜欢 就给你 我不喜欢 圣熙说完觉得不妥 补充道 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以为这里没人 才选的安道峰 我现在就去找 归长老换个山峰 对不起呀 零食我还你 他将零食袋 塞到冤县手中 感受到男子僵硬的手掌 用力包裹住他手 免得他再把零食退回来 大师兄 求你把东西都收起来吧 我好穷的 拿不出这么多赔礼 只有这个 圣熙拿起桌上 一个草边的小铃铛 是他在路上随手折的 以冤县的身份 肯定看不上这个 圣熙本就是随便一说 正要将东西丢了 却没想到 冤县竟然把铃铛拿了过去 好 低沉而富有雌性的声音传来 冤县将铃铛 拿在手里看了会儿 收入须米界中 圣熙人都傻了 这也行 大师兄你也太好骗了吧 你可是原著中 令人闻风丧胆的 魔戒少主啊 冤县被圣熙那双 湿漉漉的毛子 看得有些不自在 敏纯道 原谅你了 圣熙的脸一下有些烫 不知道为什么 他觉得大师兄 这一刻有点酥 我走了 他跑出小屋 来到传送镇上 却发现传送镇没有反应 冤县走过来说 镇法是单向传送 只能从镇殿来这里 无法从这里 借助镇法回去 你要去哪里 这就很尴尬了 难道让圣熙走下山 我想去找龟长老 重新选个山峰 圣熙说 冤县手中长剑出鞘 漂浮在两人之间 他先一步踩上去 示意圣熙上来 我带你去 圣熙对预见飞行 有心理阴影 但一想到 如果不让冤县帮忙 他就得自己走下山 在自己爬上正殿所在的峰顶 心理阴影就少了些 他小心翼翼地踩上剑 还在努力做心理建设 冤县便如流星般飞出 门见一下停住 冤县动作僵硬地看了眼 他怀抱在自己腰间的手 又回头看他 圣熙的脸颊贴在他背上 困惑抬头 大师兄 怎么了 这双环在他腰间的手 因为害怕更紧了三分 没事 冤县垂眸继续往前飞去 你看着哪座山峰就跟我说 我带你下去 这是不用去龟长老那边走流程 直接换驾 圣熙随手指了坐距离最近的 确定那里没人居住后 就定下了住所 冤县在山顶平整处停下 圣熙取出的玲珑小屋朝空地一抛 再次注入灵力后 小屋便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大 眨眼就与冤县那庄小院一模一样 初始的玲珑小屋很简单 除了练气漆生活起居 需要用的一些家具和被褥之外 并没有多余的东西 但圣熙对此非常满意 他有净陈援君给的一百零食 所缺的生活用品都能买到 明天就约萧利洛去采购 圣熙留下了一枚照明的水晶石 算作见面礼 屋内没蜡烛照明 圣熙正需要便收下了 他送冤县出门 回屋正要继续休息 发现小圆桌上竟然摆满了宝物 都是先前冤县拿出来的那些 显然是特地留给他的 圣熙的一颗心砰砰狂跳 他活了这么多年 从来没有被任何帅哥献过殷勤 虽然他清楚冤县并不是这个意思 但这不妨碍圣熙开心 大师兄简直酥的不要不要的 圣熙决定了 说好做咸鱼就得咸得彻底 他要闲死再问心中 第六章 也就厉害那么一点点 休息了一晚上 圣熙元气满满的起床 他把灵兽带中的仙鹤 全都放了出来 赛养在自己的山峰之中 任由他们翱翔于天际之间 然而成群仙鹤刚起飞 又全都落地 躲到圣熙身后 冤县飘然落地 仙鹤们瑟瑟发抖 显然极为畏惧他 别怕了 大师兄人超好的 圣熙揉了揉离 自己最近的几只仙鹤的脑袋 眉开眼笑地 冤县打招呼 大师兄 早 早 我带你去煮风见师父 冤县似有些不自然的应声 手中长剑轻鸣 出鞘落在两人之间 有了上次标剑的惊艳 这次圣熙很乖 等冤县上去了 他才抓着他的手臂 踏上飞剑 长剑飞出 圣熙下意识抱紧冤县的身子 冤县瞥了眼 那双紧紧还在自己腰间的手 逐渐放慢速度 周围呼啸的风 被冤县设下的姐姐挡住 圣熙愈发觉得 大师兄是个靠得住的好男人 尤其是比起肖利落那种缺心眼子 正在这时 他听见了缺心眼子的声音 小师妹 你怎么不自己遇见 明黄色的身影很快逼近 肖利落与冤县并行 大师兄 要不要看小师妹标剑 他车速超快的 圣熙翻了个白眼 那是你的剑 想弄死我 哪有 差点被削平脑袋的 明明只有龟长老 路过的龟长老 原来你还知道啊 他狠狠瞪了眼肖利落 随后想到 逃出自己差点掉脑袋 这件事不说 圣熙这样练气期 就能遇见的修士 的确绝无仅有 说不定是个好苗子 现在圣熙进了问心踪 龟长老自然要为他的修炼操心 冤县 你走开 让圣熙自己遇见 圣熙拒绝的话还没说出口 冤县便已经扯开他的手 飞身让到一侧 没了他控制飞剑 圣熙和剑直直往下落 啊啊啊啊 尖叫声响彻整个问心踪 冤县想要救人 被肖利落拦下 小师妹 吴虎 起飞 飞个头 他马上要跟潮湖一样 碎成三段了 他恨肖利落 正在这时 圣熙感觉到冤县的飞剑 自动回到了他的脚下 他心神一动 飞快与冤县对视一眼 便知道是他在暗中帮自己 立马调用灵力 让自己牢牢站在飞剑之上 煞事间 降落的趋势停止 圣熙踩着剑 飞快朝前飞去 犹如离弦之剑 杀气十足 肖利落连连鼓掌 我就说 小师妹是天才吧 下一秒 他的天才小师妹 一剑刺穿了 问心踪主店的牌匾 圣熙在即将撞上屋檐时 潇洒落地 为自己再次逃过一劫而庆幸 肖利落欢天喜地地落在他身旁 双手冲他竖起大拇指 绝是天才 这么会夸人 圣熙都不好意思揍他了 忽然 冤县一手抓着一个 带着两人后退一大段距离 与此同时 主店客友 问心殿三字的巨大门匾 列成两半 摔在两人面前 发出一声巨响 激起无数木屑飞剑 冤县的剑 直直刺入门匾后的巨大木船之中 只剩下剑柄录在外面 师父 有人踢寡 大殿内响起一道惊慌的声音 一个面向憨厚 体态微胖的少年 手拿一口金色小钟 小心翼翼地来到门口查看情况 见到外面的人 他面露喜色 龟长老 大师兄 五师弟 小师妹 这是四师兄 四师兄 这是小师妹 咱宗人这门匾 就是小师妹打坏的 他厉害吧 萧丽洛特别热络地走进去 搂着四师兄的肩膀走出去 向他展示圣熙的 风功伟绩 四师兄瞠目结舌地 望着列成两半的门匾 对圣熙肃然起敬 小师妹 真是女中豪杰 圣熙谦虚点头 也就厉害那么一点点吧 天晓得 为什么飞到主店附近时 他体内的青仓爵 会自动运行起来 小师妹 这是我给你的见面里 四师兄 取出一枚须迷戒 从里面取出一套女士衣衫 这是我用凤凰 为雨炼制的法衣 穿着这件法衣 即使只剩下一口气 也能涅槃重生 圣熙眼前一亮 这东西在原文中 是给圣如月的 没想到 现在到了他手上 谢谢四师兄 四师兄脸颊一红 又取出一根蛇鳞状的鞭子 这是捆妖锁 无论你是想抓人 还是想抓妖兽 只要被他碰到 就会牢牢缠住 这在原文掩饰中 也是给成如月的东西 圣熙再次美滋滋的收下 四师兄就跟个 哆啦A梦似的 不断从须迷戒中 掏出一样又一样的好东西 最后连带着那枚须迷戒 一起送给了圣熙 望着四师兄 圆滚滚的脸庞 圣熙攥着心带 在手上的须迷戒 总算想起了他的名字 以及他在原文中的结局 四师兄名为吕响 练弃天赋绝佳 问新宗师兄弟几人的法器 全都有他一人承包 原著中 万人迷女主追着他喊哥哥 他给万人迷女主 送了不少极品法器 称得上是成如月的 移动武器库 后来冤陷魔族身份暴露 吕响坚持跟在他身边 被认作是魔族爪牙 冤陷死后 作为他 心腹的吕响 被万人迷女主斩草除根 用的还是他当年送出的法器 什么人间惨剧 望着四师兄 澄澈明亮的眼眸 圣熙捂住脸 不忍直视 吕响 他做错什么了吗 小师妹 你对这些东西不满意吗 我还有不少极品材料 你想要什么就说 师兄给你练 呜呜呜 似师兄真好 圣熙重重 拍了拍吕响的肩 语重心长的告诉他 师兄 你练着法器不容易 以后不要随便送人 再有人问你要法器 收他的上万零食 吕响是个老好人 耳根子还软 一听这个 脸颊发红 这不太好吧 有什么不好的 你费尽周折获取材料 辛辛苦苦练着法器 怎么能平白让别人得了好处 收上万零食还是有情价呢 外面的人想买 都不给他们这个机会 听我的 收零食 圣熙一番话 说的好像不收零食 就对不起自己似的 小师妹一件就差点拆了主电 他那么厉害 说的话总归没错 吕响决定听圣熙的 用力点了下头 好 萧梨洛精心擦拭着自己的剑 见吕响忙完了 开开心心的跑过来 四师兄 我的剑有几处划痕 你帮我修一下呗 吕响看了看圣熙 鼓足勇气 冲萧梨洛伸出手 一万上品零食 萧梨洛 你怎么不去抢 一万上品零食 都够他再买一把剑了 第七章 再问新宗做咸鱼 也太幸福了吧 师兄 我可是你亲师弟 萧梨洛穷的荡气回肠 特别可怜的望着吕响 你以前都不说我零食的 吕响心软了 可批剑站在旁边的圣熙 又觉得不能第一次见面 就让小师妹觉得他不讲诚信 于是他坚持 一万上品零食 一个子都不能少 萧梨洛像是被抛弃的大狗 抱着自己的剑眼泪汪汪 呜呜呜 老婆对不起你 我把你弄坏了 都没钱修你 还好你虽然破了像 但还能继续用 圣熙 为什么听起来怪怪的 他正打算问吕响 能不能给萧梨洛打个折 冤县丢了个零食 带给萧梨洛 一下让萧梨洛活了过来 十万上品零食 大师兄 你哪来这么多零食 这次出门 发现了个零矿 冤县严谨一概地说 萧梨洛羡慕极了 大师兄 你怎么总能找到好东西 下次我跟你一起出门 冤县看了他一眼 苏莱木然的脸上 难得浮现出几分挣扎之色 龟长老干咳一声 将萧梨洛拉走 还是算了吧 你这倒霉孩子 别影响你大师兄的好气韵 萧梨洛再次哭得 像是只没有家的小流浪狗 圣熙忽然想起 他是个飞球 同样下秘境 冤县随随便便 就能拿到天才地宝 轻轻松松全身而退 萧梨洛在秘境中九死一生 飞蛋什么都拿不到 自己还得倒陪不少东西在里面 这孩子是从里到外都惨得很 估计一辈子运气 都用来换修炼天赋了 等师兄妹们胡闹得差不多了 靳尘元君才走出来 他看了眼被圣熙切成两半的门点 又抬头望向那柄没入木船的剑 似乎是想起了什么很久远的事 微微一笑 随后靳尘元君手一挥 长剑便从木船中脱落 回到渊县的剑桥之中 龟长老简要说了门点被砸的经过 一时不知道该气还是该洗 与靳尘元君传音 照理来说 练气期不可能有这个修为 圣熙身上是不是有什么秘密 他入了问新宗 就是我问新宗的人 靳尘元君示意龟长老不必多管 取出几枚玉剪递给圣熙 你的剑爵不错 可以继续修炼 这里是一些基础功法 算是辅助 其余的功法都在藏书阁 想学的话 带上身份玉佩就能进去 圣熙接玉剪的手一顿 靳尘元君看得出他体内的清仓诀 他偷瞄了眼镜尘元君 对方眉眼温和的笑着 并问多问他什么 随便啦 就算靳尘元君要抢抢清仓诀 大不了圣熙给他墨血一遍就是 反正他一条咸鱼 又用不着这种上古剑诀 多谢师父 圣熙接了玉剪 迅速用神石扫尸了一遍 发现里面是一些浴火术 土盾术之类的术法 的确可以作为清仓诀的辅助 可惜圣熙是条咸鱼 只想摆烂 不想学习 注定要辜负靳尘元君这份好意了 对了 你选了哪座山峰 龟长老再次召唤出昨晚的沙盘 我给你改名 经过昨晚渊县的解释 圣熙才知道 宗的那些有像模像样名字的山峰 都是有主的 无主的山峰 则是以山峰所在的位置 依次排序取名 如南一峰 南二峰 渊县帮圣熙在沙盘中指出 他所选的那座山峰 原名为北三峰 静尘元君道 给他取个新名字吧 以后那就是你的家 圣熙 那就叫咸鱼峰吧 宗门所有人都用一种古怪的眼神看着他 不约而同的怀疑起 圣熙的脑子有没有问题 圣熙苦口婆心的 跟他们分享 自己两辈子悟出来的人生哲理 咸鱼 才是人生的最高境界 想想看 外界血雨腥风 我自咸鱼不动 世上就没有苦难能打倒我 萧黎洛似有所感 有道理 话音未落 龟长老削了他一记头皮 别听他的 修炼犹如溺水行舟 不进则退 哪能咸鱼 圣熙你 一听这是要鞭策自己努力 圣熙盲说 龟长老 我还没说完呢 咸鱼一旦动起来 那就是咸鱼翻身 谁人能挡 龟长老一愣 忽然觉得 圣熙说的有点道理 甚至 咸鱼峰这个名字 都带上一层哲学的意味 要不就叫咸鱼峰 他看向静尘元君 徒儿喜欢就行 静尘元君嘀嘀笑了一声 挥出一道法力 便将沙盘上北三峰的名字 改为咸鱼峰 在一众安道峰 新元峰 建一峰等先锋道鼓的山峰名中 鹤立集群 圣熙对此非常满意 开开心心 送走了静尘元君和龟长老 吕响好奇地问 小师妹 为什么咸鱼翻身后 就无人能挡 我编的 圣熙很实诚地说 他只是为了搪塞龟长老 不边吃自己努力修炼 咸鱼翻身还是咸鱼 莫了长长地叹了口气 算了 以后我会练着 更多厉害的法器保护你 小师妹 你不想修炼也没事 圣熙再次被四师兄感动了 萧丽洛看探自己的剑 又看探手中的灵石袋 满是心痛地拿出一个空灵石袋 分了一半灵石给圣熙 不想修炼 也多吸收点灵气 能活长点 五师兄也难得说了句人话呢 圣熙满怀期待地看向渊县 渊县身遂如浩瀚星辰的眼眸 看不出任何情绪 取出一个罗盘递给圣熙 这次发现的灵矿在丰台山 用这枚罗盘就能找到入口 圣熙惊呆 大师兄直接送了他一座矿 再问新宗做咸鱼 也太幸福了吧 他决定投桃报李 大师兄 你有没有考虑早日突破原因 进阶化神 跨越合体期 成为大乘七修士呢 消离落泽舌 小师妹 你自己不想修炼 却这么鞭策大师兄 合适吗 大师兄修炼了 四手五入就是我修炼了 大不了不要大乘七 合体期就够了 大师兄 你能做到吗 圣熙双眼发光地盯着冤线 原文中 冤线因为魔族身份暴露被追杀 一直无法找到静心修炼之地 最终修为卡在化神初七 被原因后期的圣如月月即斩杀 如果冤线早日修炼到合体期 相差两个大境界 就算圣如月再厉害 也得遵守基本法 绝无可能威胁到冤线 冤线不死的话 吕翔也不会死 如果这两人都活着 萧黎洛就不会独自潜入魔界寻找真相 更不会死在魔族的围攻之下 师兄第三人都能活着 完美啊 瞧着圣熙眼底越来越明亮的光芒 冤线的神情有些不自然 郑重点了下头 好 大师兄威武 第八章 小师妹的爱好 有点特别 解决掉敦促大师兄修炼这点小事 圣熙问起人生大事 三位师兄 请问咱们宗门饭堂在哪 吕翔一拍脑袋 对哦 小师妹才练七七 还得吃饭呢 入门之时 龟长老应该给你准备了壁骨蛋 他说着 宝贝的从须弥界中取出一瓶丹药 郑重地递给圣熙 这是我练气七十省下来的 都给你 圣熙隐隐约约 闻到一股很淡很淡的臭味 山顶风大 这股味道眨眼就没了 不知道是从哪来的 冤线不着痕迹的后退一步 先屡响一步 递给圣熙一瓶丹药 这个好吃 圣熙从里面倒出来一粒 饱满滚圆的褐色丹药 轻轻嗅了嗅 只闻到一股中药气息 没有刚刚一闪而过的臭味 咱们宗门没有饭糖 练气七吃饭时 全靠壁骨丹解决 萧黎洛解释 道理圣熙都懂 可你说话的时候 为什么要躲得那么远 还捂住了鼻子 圣熙从昨晚开始就没吃饭 饿得不行 将手中的壁骨丹扶下 顿时 他只觉得口腔中又苦又涩 仿佛吃了一大捧观音土 他难以置信 怎么这么难吃 大师兄 你不是说这个好吃吗 渊县一言难尽的 忘了演驴响手中的丹药 你去看看他的就知道了 圣熙不信 有比吃土还难吃的壁骨丹 打开驴响手中的白玉瓶 一股斜把子味 冲得他直接把整瓶丹药都扔了 感觉手都脏了 这是什么生化武器 大师兄给的是师父练制的普通壁骨丹 我这瓶是二师兄练制的 为了激励我们早日助击 二师兄在练制壁骨丹的时候 微调了下口味 吕响圆滚滚的脸上 露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 萧黎珞弱异常嫌弃 所以我花了一个月就助击了 坚决不要吃臭脚鸭味的壁骨丹 圣熙知道这位二师兄是个丹修 名为温哲明 在原文中是圣如月的备胎暖男 承包了书中圣如月的所有丹药 为了给圣如月炼制丹药 温哲明不惜以自身心头血为药引 一次次为他耗费修为 最后在炼丹之时走火入魔 温哲明以身炫耀 投入自己的炼丹炉中 被活活烧死 小说看到这里的时候 圣熙还为他流过眼泪 现在想起斜拔子味的壁骨丹 圣熙只想知道 温哲明给圣如月炼制的丹药 是不是都这个味 圣熙给自己手上连呼五个清洁咒 抹了三遍护手霜 才觉得手上不再有斜拔子的味道 恨恨道 我要下山去买吃的 我带你去 萧黎珞一听去玩 眼睛立马亮了 吕响也跟着举手 我也去 温县刚要开口 便看到圣熙用望子成龙的眼神看着他 那我们下山去了 大师兄你在家好好修炼哦 等我们回来 给你带好吃的呢 温县已经到嘴边的 我也去 声声改了口 好 圣熙从虚迷界中取出一只迷你灵舟 这种飞行法器能够稳定漂浮在空中 有一定的自动导航功能 只需要注入灵力就能驱使 比预见简单许多 是炼气漆修饰的首选 当然 吕响送的这只迷你灵舟是奢华版 普通的炼气漆修饰肯定用不起 灵舟用多彩琉璃装饰 船头船位可以看风景 中间的船舱犹如小房子 里面还有做工精美的家具 宇渊县告辞后 圣熙三人登上灵舟 很快出了问心踪 离问心踪最近的是仙阳城 一进城 圣熙三人就直奔酒楼 叫了一大桌好吃的 萧黎洛与吕响 一个金单初期 一个住机后期 没有进食需求 但谁也不会拒绝到嘴的美味 师兄妹三人在埋头猛吃 忽然听到旁边一桌有人抱怨 问心踪这种垃圾宗门 有什么脸面 呆在七大宗门之中 还得麻烦老子大老远过来跑一趟 给他们送请柬 我呸 他们配吗 萧黎洛一听就怒了 握住剑就想去跟对方理论 被圣熙一把拉住 吕响一手抓住圣熙 另一只手握住一把弩剑 对准刚刚开口贬低问心踪的男人 还有功夫宽慰圣熙 小师妹别担心 五师弟打架很厉害的 我不是这个意思 圣熙示意两位师兄冷静 说话这一桌人 穿着骆锋宗的蓝色棕门服 显然是骆锋宗的弟子 这个时候送请柬 一定是为了请问心踪 参加圣如月的拜师大会 既然是送上门的肥羊 那就不要怪圣熙心狠手辣了 他暗中给两名师兄传音 听完他的计划 萧黎洛拍手称绝 付了钱就直接离开 自始至终都没理那桌骆锋宗的弟子 骆锋宗弟子吃完饭 走出酒楼便察觉到 有人跟着自己 他们一共团队五人 为首一人是助击初七 剩余四人都是练气中后七 察觉到跟踪他们的人 只有练气二层 骆锋宗五人对视一眼 默契地拐入一条偏僻小巷之中 仙阳城尽致泄斗 但区区一个练气二层 他们能在执法堂赶来之前 就解决干净 绝不会留下把柄 等待尾随之人跟进小巷 躲起来的四名练气七弟子 从天而降 堵住圣熙的退路 站在最前端的助击七弟子 立声质问 跟着我们什么目的 圣熙先和面具下的脸 微微一笑 自证腔圆地说 打劫 骆锋宗弟子 齐齐笑了 我没听错吧 你一个练气二层 也敢做打劫的买卖 圣熙从善如流 那就叫踢天行道吧 自己把储物袋 须迷戒 零售袋都交出来 我可以给你们体面 七 你找死 领头的助击七弟子不屑一顾 双手化作火焰刀 便冲圣熙扑去 一名身穿明黄色服饰的男子 忽然出现 一脚将他踹翻 锋利的长剑 抵在他咽喉处 领头弟子 顿时疼得连哀嚎都不敢 剩余的四名练气七弟子人都傻了 不知道这个 同样戴着仙鹤面具的男人 到底是哪来的 圣熙拍了下手 吸引了骆锋宗五人的注意力 笑眯眯地问 现在是你们自己体面呢 还是我帮你们体面呢 骆锋宗弟子 片刻后 五人的储物袋 就全都交给了圣熙 战战兢兢地问 道友 东西都给你们了 我们可以走了吧 还没交完呢 圣熙温柔地说 五人面面相去 用眼神示意同伴 如果有私藏 赶紧交出来 然而谁都没有私藏 只能苦着脸哀求圣熙 道友 真的没有了 你们不是还有衣服吗 圣熙和善地说 这下不仅是骆锋宗 连充当打手的骁力骆 都意外地看了圣熙一眼 小师妹的爱好 有点特别呀 第九章 小师妹果然是天才 显然没人想当众脱衣服 可更没人想死 四名恋气妻弟子对视一眼 齐齐望向领头的铸鸡妻弟子 如果师兄脱的话 他们也可以跟风一下 毕竟这是如果传出去 有个铸鸡妻休士在的话 肯定铸鸡妻的更丢脸 然而铸鸡妻的师兄是有尊严的 哪怕被肖离落的剑指着 他全然不惧 高声呐喊 是可杀不可如 圣熙听话急了 杀了他 肖离落台剑 铸鸡师兄又高喊 我脱 躲在暗中 负责布置隔绝法阵的驴响 直接笑出了声 洛峰宗五人 陆陆续续脱了外衣 又被圣熙催促 脱光 五人恨得牙根痒痒 但修为不够 只能忍着 脱光了衣衫 赤条又扭捏地站在那 挤在一起 连抬头看人的勇气都没有 肖离落只觉得这一目辣眼睛 扭头对圣熙说 小师妹 你别看了 圣熙的注意力 根本就不在这些五花肉身上 搓了个火球 正在烧地上的衣服 这些衣服 都是宗门发放的校服 算是低级防具 对他们这样修为低微的 内门弟子来说 很珍贵 看着衣服被烧成灰烬 洛峰宗弟子的心在滴血 道友 手下留情啊 既然你诚心诚意地求我了 那我就勉为其难地答应你 圣熙意外的好说话 很是仁慈地 将衣服还给了他们 让他们滚 五人震惊 看圣熙和肖离落走远 才意识到自己真的躲过一劫 立刻去抢地上的衣服 礼衣都已经烧完 五件外衣都被烧得只剩下一半的 布料上绣着的洛峰宗灰迹 格外显艳 这点布料仅能遮住一半身子 五人很默契地选择遮住重要部位 硬有洛峰宗灰迹的地方 就大大咧咧地展示在所有人眼前 这五个人 偷偷摸摸地从小巷子里走出去 是 裸着上半身 出现在大街上 被人以为是流氓打了一路 最后被仙阳城执法堂的人抓起来 盛夕三人 坐在茶馆二楼围观了全城 小出生了 这下所有人都会知道 洛峰宗的弟子有多厉害了 不仅出门被扒光了衣服 还丢脸丢得如此画风轻奇 师兄妹三人 瓜分了从这五人身上拿到的东西 萧丽洛嫌弃地翻看着勤俭 吃礼盛 收个小师妹 还专门办个拜师大会 好像谁没有小师妹一样 真是少见多怪 盛夕一个火球 直接把勤俭烧了 吕想诧异 不带回去给柜长老吗 那不是不打自招 让柜长老知道 我们就是今天的劫匪了吗 盛夕说着露出甜甜的笑 而且勤俭没送到 他们没完成任务 还得派弟子过来 咱们不是又能抢一回 妙啊 小师妹果然是天才 萧丽洛已经摩拳擦掌 等着第二波肥羊送上门了 盛夕用一大筐富有灵气的小鱼 成功让仙鹤们轮流去洛峰宗 前往温馨宗的必经之路上盯烧 这些仙鹤从前成天在洛峰宗运送弟子 虽然洛峰宗的弟子分不清他们 但他们认识洛峰宗的所有弟子 不会出错 短短半个月内 洛峰宗往温馨宗送了四次请柬 都被盛夕三人抢得只剩半件外衣 一时间 整个东南邻界都知道 洛峰宗的弟子被人抢得差点光屁股 成了所有人的笑话 就连成天待在山上的龟长老都知道了这事 件事情发生在温馨宗附近 他生怕殃及自家宗门 特地把圣熙师兄妹三人喊过去 叮嘱他们没事别出门 免得也被抢的衣服都不剩 圣熙点头如捣蒜 看见飞出去钉烧的仙鹤急匆匆地飞回来 就知道又要替天行道了 麻溜把龟长老送走 萧黎洛迫不及待地抽出剑 小师妹 他们现在在哪 仙鹤发出的声响比以往任何一次都聊聊 圣熙推测到 他们这次来了个很厉害的人 仙鹤点头 半个月内被抢四次 衣服都还被烧的 只剩下宗门徽计 骆锋宗就是再傻 也该猜出来有人针对自己 这次很可能是陷阱 他们不会是直接派薛飞尘过来了吧 圣熙问 仙鹤高亢应声 显然圣熙猜对了 薛飞尘是骆锋宗的首席大弟子 明修仙君的亲传 也是导致原主死亡的间接凶手 半年前 原主回家探亲 在路上就下了被夭受重伤的薛飞尘 并对他一见倾心 养好伤后的薛飞尘 陪同原主回家探亲 然而在圣家见到圣如月后 薛飞尘就将自己说过的话 忘得干干净净 满心满眼只有圣如月 得知圣如月天生体弱 需要长期服药 薛飞尘连夜遇见 将他带回骆锋宗 求明修仙君医治 等原主以炼器二层的修为 跋山涉水 独自回到骆锋宗时 圣如月已经是明修仙君的亲传弟子 原主去要求薛飞尘履行承诺 薛飞尘拒绝 我以为如月求了师父一次 无法再求他第二次 至于原主的爱慕 只得到了薛飞尘一句 异想天开的训斥 再后来圣熙穿越 原主预配被抢之时 薛飞尘就站在大殿之中 冷眼看着 没有为他说过一句话 圣熙飞快在脑海中 复盘完有关薛飞尘的事 心口一阵脚痛 是来自原主的肌肉记忆 他揉了揉心口 暗暗叹息 犯不着为渣男难过 看我好好给你出气 和薛飞尘一起来的 还有谁 圣熙问仙鹤 这次是真的恼火了 一次派出了两名清传弟子 除了薛飞尘 还有李延瑞 也是与原主有恩怨的家伙 其余三人则都是 驻基后期的内门弟子 薛飞尘和李延瑞 都做了伪装 要不是先贺认出了他们 还当他们是 普通的炼气气弟子 薛飞尘是金丹中期修为 李延瑞则在不久前 刚突破金丹 他们既然是清传 这次又是为了宗门一雪前耻 身上说不定 还有能够发挥出 金丹后期威力的法器 金丹初期的萧黎洛 无所畏惧 两个金丹又怎么样 我一样能把他们东西抢了 你们俩就别去了 万一打得太激烈 我怕误伤你们 圣熙微微一笑 没事的 我们可以喊大师兄一起去啊 他家大师兄能跃及 杀元因期休士 薛飞尘和李延瑞加起来 都只能被他压着打 根本不存在误伤的可能 第十章 他家小师妹最屌 自打上次被圣熙敦促过后 渊县就闭关修炼去了 圣熙坐着仙鹤前往安道峰 看见小院门口的刘因石不在 猜到渊县已经从 先前的入定中出来 大师兄 他轻轻喊了一声 路门很快打开 渊县手中正拿着 圣熙先前留下的刘因石 里面想起圣熙的问候 大师兄 我们回来了 你修炼得怎么样了 距离合体七还有多久 见到圣熙本人 他还没开口 渊县便说 我这几日 隐隐感觉 修为瓶颈有所松动 好事啊 果然无论是人还是魔 都要勤奋修炼 才能有所进步 当然 咸鱼除外 大师兄真棒 我给你带了山下的糕点 圣熙取出八宝石盒 里面的糕点和刚出锅的一样 热气腾腾 香气扑鼻 他将行色各一糕点 一盘盘摆着小石桌上 倒了两杯灵茶 招呼渊县坐下 大师兄 你尝尝这些糕点好不好吃 好吃的话 我下次再给你带 渊县自小在问心中长大 从未吃过外面的东西 等到他有能力独自下山时 早已无需进食 也没兴趣多看这些食物 可面对言笑奄奄的圣熙 他鬼使神拆的拿了一块 甜腻香糯的气息 在口腔中蔓延而开 是他从未体验过的味道 好吃吗 圣熙满怀期待地问 渊县第一次吃丹药以外的东西 分不清好不好吃 眼前只有圣熙甜甜的笑容 深深映入他脑海 好吃 他说 圣熙鼓掌 我就知道你喜欢 没让五师兄偷吃掉 大师兄 你快吃 吃完我们下山去打结 渊县握着桂花糕的手一顿 打结 对 去打结洛峰宗的弟子 渊县默默把桂花糕放回原处 这不妥吧 不妥什么 拿出你魔族少主的威严来 洛峰宗的人骂我们 圣熙说 渊县表情不变 屋中的剑蹭一下飞到他身旁 带着圣熙便杀气腾腾地往山外飞 前往问新宗的必经之路上 五名洛峰宗的弟子穿着宗门服饰 正不急不缓地在空中遇见飞行 一名蓝衣筑器弟子打量着下方的山势 对薛飞臣说 大师兄 根据上批那门弟子的回报 他们就是在这附近遭劫的 薛飞臣神识外放数千里 只看到几名炼气妻或筑机妻的散修 正在山中与妖兽搏斗 并没有遭劫弟子提到的金丹修士 所有人下去 翻过这座山之前 我们不行前往 薛飞臣吩咐 先前出生的弟子诧异 山中地势多变 视野受限 容易遭埋伏 他的话还没说完 就被李延瑞打断 大师兄与我就是专门来收拾那两个贼人的 不怕他们埋伏 就怕他们不来 对面只有一个金丹七和一个炼气七 他们这边两名金丹七 难道会输 李延瑞摩拳霍霍 就等着拿着两名贼人 试一试自己刚进阶金丹七的修为 五人静止朝山中飞去 距离地面还有数十丈时 茂密的树林 猝然被一道剑势破开 剑气气势万军 直接掀翻三名筑机七弟子 让他们摔倒在地 李延瑞堪堪躲过 但衣袖只是轻轻被剑气边缘蹭到一下 就被切掉一半 唯有薛飞辰反应最快 及时避开这一剑 握住剑立刻反击 剑势尚未落地 参天树林中飞起一人 单手直剑 轻松化解了他的攻势 薛飞辰面露诧异 看到对方脸上能够遮掩容貌的仙鹤面具 便知道自己要找的劫匪来了 立声质问 阁下与我落风踪有何恩怨 对方没说话 抬剑便攻来 薛飞辰挥剑反击 但只对上一招 便察觉对面的劫匪是金丹后妻 不是献报中的金丹初妻 那又如何 便是原因妻也躲不过他的秘宝 应该还有一名金丹初妻同伙 你带其余师弟去拿下 薛飞辰传音给李延瑞 寄出一朵红莲 红莲即刻朝渊县飞去 徘徊在他周身 连坐底端生长出无数藤蔓 试图将渊县裹住 然而还没碰到他 就被渊县周身伶俐的剑气 全部震碎 李延瑞迅速朝山中飞去 手中同样寄出一朵红莲 哪怕是原因妻 只要被十股红莲寄生 也会被抽干全身修为 成为一个废人 萧莲洛认出这东西的毒辣 飞身想去帮渊县 却先一步收到渊县的传音 去保护小师妹 下一夕 明明刚刚还在和薛飞辰缠斗的渊县 突然出现在李延瑞身旁 一剑夺走他手中十股红莲 将李延瑞一脚踢飞 大师兄威武 萧莲洛哈哈笑了两声 转身飞回山林中 山林中 洛峰宗的三名助击七弟子 将圣熙与吕响困在阵法之中 无数利剑犹如雨后春笋般 从阵法之上冒出来 稍有不慎 就有可能被这些利剑 从下往上捅个对穿 吕响的防护金钟倒挂 暂时阻挡住那些利剑 小声对圣熙说 洛峰宗这次好生气呀 居然助击七弟子身上 都带着能对付金丹修士的阵法 洛峰宗弟子听见了 大笑不止 你们羞辱洛峰宗时 就该想到今日的结局 放心 这阵法不会真的杀了你们 只会让你们生不如死 我还要将你们带回师门千刀万寡 真小气 不就打劫了你们几回吗 这都玩不起 圣熙感觉自己体内的青苍觉 蠢蠢欲动 快超过他的嫌疑本性了 区区一个恋气二层 口气倒是不小 可惜 没有特地带回去的价值 你可以先去死了 洛峰宗弟子对视一眼 起其默念咒语 阵法之中 原本只从下网上的利剑转换方向 从四面八方攻向圣熙 飞剑速度极快 驴想甚至来不及掏防具 一柄利剑就已经飞到他面门 完了 师傅送的极品防具要浪费在这里了 还好小师妹的阴落能省下 驴想又心痛又庆幸 忽然身子被人推开 一直被他护在身后的圣熙 持剑击碎了那柄攻向他的飞剑 随后远超练气器的剑气 从圣熙的剑刃之上迸发 将所有飞到他们面前的利剑 全部击碎 湛蓝色的阵法出现裂痕 眨眼便被粉碎 洛峰宗维持阵法运行的三名弟子 齐齐吐出一大口血 遭到反噬 重伤倒地 萧黎洛落地就见到这一幕 恨不得昭告天下 他家小师妹果然是最屌的 第十一章 宗门荣誉感 看着圣熙持剑一步步走向自己 洛峰宗三名助击弟子 心中哀叹要玩 然而圣熙在中途便停下了 蓝蓝打个哈欠 问是你们自己体面 还是我帮你们体面 不杀他们吗 洛峰宗弟子顿时面露喜色 就到了青楼似的 速度极快地解下腰间的储物袋 脱光了自己的衣服 圣熙都忍不住 为他们的配合束大拇指 照旧东西全收 把烧剩一半的宗门校服 还给他们去丢人 为了封灵丹后 把人给放了 空中 冤陷已一对二 李延瑞修为不足 很快败下阵来 萧丽洛飞身迎上他 不一会儿 就抢走了李延瑞的储物袋 将他打了个半死 掏出纵火 扶烧了李延瑞的一半衣衫 薛飞尘恼异常 加速催动十股红莲 却没想到 十股红莲被冤线一箭击碎 没了依仗 薛飞尘自知不敌 一想到这些人的恶毒手法 他便心生恶寒 转身就逃 冤线追上去 与萧丽洛一前一后拦住他 薛飞尘咬牙 你们别欺人太甚 信不信我自 报金丹 拉你们同归于尽 冤线面无表情 自 报钱杀了你就是 薛飞尘心底泛起恐惧 虽然对方只比自己高一个小境界 但下手快准狠 的确做得到这事 你们究竟为何要如此欺辱 洛峰宗弟子 若是为报私仇 不如说出来 我们变得清楚 萧丽洛气了一声 吊儿郎当地说 小爷乐意 你管得着吗 储物袋交出来 衣服脱光 饶你一命 你做噩梦 薛飞尘瞧出萧丽洛修为 不如冤线 打算从他这里突破 冤线正要动手 空中忽然响起一声利和 何人造次 是龟长老 撤 圣熙大喊一声 拉起驴响就跑 龟长老人上位置 原因期的威压 已经铺天带地压来 萧丽洛拉着冤线就想溜 却没想到 冤线甩开他的手 体内剑意暴涨 犹如雷霆万军 朝薛飞尘攻去 薛飞尘脸色大变 竭力阻挡 林立建议刺破他的衣衫 却没伤他性命 只是抢走了薛飞尘的储物袋 龟长老的身影出现在不远处 冤线玉剑一手抓住萧梨洛 一手抓住圣熙 圣熙手里还抓着驴响 师兄妹四人 火速消失在天际 一直到感应不到这四人的气息 薛飞尘才常常吐出一口气 冲赶来的龟长老失礼 多谢师叔救命之恩 龟长老的脸色很难看 甚至有些心虚 虽然做了伪装 但龟长老对宗门里的人太熟悉了 这里残留的剑仪 分明是他家那三个小屠宰子 圣熙和萧丽洛也就算了 看着就不着调 冤线怎么也会跟着他们胡闹 薛飞尘衣衫蓝绿 背上火辣辣的疼 细密的鲜血不断流出 密密麻麻的伤口 形成了洛峰宗的灰迹 伤口之中残留着冤线的剑仪 除非有朝一日 薛飞尘的修为超过冤线 否则即使结疤 这些伤痕也会永远跟着他 以后的薛飞尘 就是一个把洛峰宗 刻在背上的男人 龟长老则望着地上的狼藉 纳闷不已 冤线挺好一孩子 怎么会做这种事呢 难道是对方有错在先 龟长老越想越觉得有可能 瞬间就挺直了背脊 这到底怎么回事 你们洛峰宗为什么会惹到他们 薛飞尘恨得咬牙切齿 晚辈不知道 这些无胆鼠辈 一听他骂自家孩子 龟长老立马就不高兴了 你不知道就慢慢想吧 我等你们洛峰宗一个解释 说完他也不再管他们 甩袖就走 朝圣西一行人逃跑的方向追过去 李延瑞忍着痛从地上爬起来 飞到薛飞尘身旁问 大师兄 龟长老这话什么意思 怎么好像是我们的错 他难道知道对方的身份 为什么还要我们给他解释 薛飞尘哪知道 他现在快气疯了 本以为这次势在必得 却没想到两朵十股红莲都没了 还说的这般狼狈 还不知道该怎么回去交差 而且若是被小师妹知道 薛飞尘不敢多想 冷声吩咐 此时我自会向师父禀告 谁也不许多嘴 尤其是不准在小师妹面前提起 明白吗 其余四人应声 李延瑞忽然想起 劫匪中那名炼器二层的女修 若有所思 大师兄 那名女劫匪的身形 与圣西师妹有几分相似 薛飞沉溺了他一眼 声音更冷 圣西已判出师门 我们的小师妹只有如月 李延瑞应声 感叹自己真是糊涂了 这名女劫匪 能驱使两名金丹修士 一名铸鸡修士 怎么可能是圣西 圣西四人在山下躲了四五天 琢磨风头过去了 才偷偷摸摸回宗门 然而刚走到空无一人的山门处 圣西脚步一顿 不知道为什么 我好像感觉到了杀气 冤县握件上前 将他护在身后 算了 我们再出去躲几天吧 圣西拉着师兄们就要溜 山门旁 一尊三米高的巨龟雕像中 响起龟长老沉闷的声响 站住 圣西掏出灵州就想跑 一道清光从巨龟雕像中涌出 拦在他们面前 凝聚出龟长老的模样 给我进去 圣西的小心肝一颤 跑得更快 但哪里跑得过原因休逝 龟长老低流着他和肖利洛就往里走 竟止把人丢入主风大殿 怎么回事 自觉跟进来的冤县道 他们辱骂问心松在先 我就知道 龟长老一拍大腿 语气还挺高兴 他就知道 自家孩子不是那种穷凶极恶之徒 随后才反应过来 气得吹胡子瞪眼 骂我们什么 哪个混账骂的 肖利洛一看就知道不用挨法 义愤填膺的把整件事说了一遍 听得龟长老更是眼珠子都要瞪出来了 放他娘的屁 问心松天上地下 唯我独尊 光打劫这些出门的弟子 有什么用 去洪峰城外 蹲他们大本营啊 圣西顿时后悔的肠子都轻了 他真是有罪 竟然放着这么有宗门荣誉感的龟长老不用 而去打扰大师兄珍贵的修炼时光 他这罪过真是太大了 圣西满是歉意的抓住渊县的手 大师兄 你抓紧去修炼吧 剩下的事不用你再操心 我这就请龟长老跟我们一起去扒光薛飞尘的衣服 渊县不情愿的说 别去看 圣西不懂 别看什么 渊县抿了抿唇 薛飞尘不好看 第十二章 他要摆烂 不要内卷 说实话 薛飞尘毕竟是原文女主的舔狗之一 长着张不错的脸 大师兄的话有些偏颇 但圣西很赞成 那就让所有人都知道他的仇样吗 渊县眉头微扬 似乎心情一下子好了起来 龟长老身为一门长老 自持身份 没有像圣西他们之前那样抢普通弟子 而是去抢了两次洛峰宗的运输物资 很大程度上丰富了问新宗的库房 这么一通操作下来 洛峰宗草木皆兵 现在原因以下都不敢轻易出门 即便非要出门 弟子也都会换上长服 生怕被人盯上 东西被抢还能再想办法补 连要是丢完了 那可就捡不回来了 就连最后给问新宗的请柬 还是洛峰宗原音七长老亲自送来的 原音七长老修为强悍 仙鹤没敢靠近查看 才让洛峰宗的这位长老躲过一劫 龟长老与他在主殿寒暄 圣西坐在仙鹤背上 满是遗憾的在主殿外徘徊 原音修是 想想就知道身上一定很多值钱的好东西 怎么就漏掉了这条大鱼呢 萧利洛飞上来 坐在另一只仙鹤背上 跟着他一起长须短叹 等到龟长老与人寒暄外 将人送出主殿时 就看到自家两个徒弟 在头顶绕圈飞着 无比忧远地望着自己 洛峰宗来的宗清华 对问新宗的情况有所了解 看到圣西 他好奇地多看了两眼 龟道友 这位就是问新宗 今年新收的女弟子吗 正是 龟长老应了一声 仰头对空中的两人喊道 下来见过宗长老 先赫载着两人下去 师兄妹两人与宗清华见过礼 宗清华打量着圣西 灵气斑驳 怎么像是杂灵根 龟道友 七大宗门的清传弟子中 怎么能有杂灵根 修真界推崇单一灵根 像女主圣如月 就是极品木灵根 灵根越多 则代表自制越低 圣西这副身体 则是五行灵根俱全 因为修为进展极慢 五行灵根被许多人称作废灵根 若不是圣家祖上 与洛峰宗有点交情 原主只能成为 洛峰宗的外门弟子 而不是内门弟子 问新宗收图标准高 多年没有收图 宗清华这次过来 也存了打探的心思 但见圣西不过是个杂灵根 他不免多了几分轻蔑 圣西拜师时没有测灵根 但从近城援军 给他辅助功法中 五行术法都有 就知道问新宗清楚他的情况 龟长老是个户短的人 听宗清华语带不屑 脸上的笑意一下消失 冷冷道 灵根并不能决定修士的上限 当年一见双寒十四周 锦化先尊 不也是五行灵根俱全 宗清华更不屑了 这世上有几个锦化先尊 更何况哪怕是他 也没能飞升 这都陨落多年了 他为何陨落 你不知吗 近城援军的声音忽然响起 他破开虚空 出现在店外广场上 一贯温和的脸上 难得露出不悦 七大宗们都知道 近城援军潜心修炼 不问世事 问新宗大小事物 都有龟长老负责 宗清华没想到他会出来 心生退役 锦化先尊以身未到 着实令我钦佩 但近城道友 我这也是推心致富的话 砸灵根修饰那么多 至今却只有一位锦化先尊 令徒 我的徒弟 轮不到你智慧 近城援军冷斥 呜呜呜呜 没想到便宜师父这么护着他 圣熙老感动了 懵懂无知 又充满求知欲的 向近城援军请教 师父 宗长老是火系丹灵根 有这么厉害的天灵根 他为什么至今没有飞升呀 为什么现在洛峰宗最厉害的人 是双灵根的明修援军呀 为什么宗长老的灵根这么棒棒 至今还没到化神期呀 他原因期都多久了 寿员还够吗 死翘翘之前 能突破原因期吗 圣熙的问题一个接着一个 宗清华的脸色越来越难看 他当年也因火系丹灵根 被称作天才 可跨入原因期后 修为再无半点进展 如今眼看进阶化神无望 才被打发来处理宗门杂物 平时谁都敬他是原因修士 现在被圣熙这么打脸 宗清华一个没忍住 周身迸发出原因期的威压 宗清华 规长老一声利和 用自己的威压化解了宗清华的威压 没让在场的两个小辈感到不适 宗清华怒斥 归宁 你家这小辈太不懂事 萧黎洛翻了个白眼 我师妹好奇 问两句怎么了 不懂就问是我们问心踪一贯的美德 你个糟老头子 懂个屁 宗清华气的瞪大了眼睛 杨首想要弄死他 却碍于靖臣援君和规长老在场 而不得不忍住 靖臣 这就是你教出来的好徒弟 靖臣援君汉首 正是 曹 宗清华气的要骂脏话 我敬你们也是七大宗门的一份子 亲自登门送请柬 这就是你们的待客之道 上来就欺如我徒弟 这就是你们落风宗的处事作风 靖臣援君反问 我不过是实话实说 今日我不与你们理论 恰好我们同时收了两名新弟子 就看看这两名弟子将来谁走得更远 如何 盛兮情绪激动 我不 盛如月凭什么跟我比 他要摆烂 不要内卷 靖臣援君微微一笑 对 没人能跟我托比 宗清华 为什么听起来有种盛兮才是天才的错觉 问新宗这帮人分明是知道输定了 才不敢比 但都是七大宗门的亲传弟子 只要提及 总会被人比较 他就不信问新宗真的一点也不在乎 宗清华冷哼一声 气冲冲的离开 归长老把人送到门口 随后直接把宗清华拉黑 再也不许他踏进问新宗的大门 主殿外 靖臣援君简要翻看着洛峰宗的请柬 问盛兮 要给你也办个拜师大会吗 萧麗洛小声解释 我们问新宗 不整那些虚的 我和师兄们都没有 你想要的话 我们给你办 别人家小师妹有的 他家小师妹也不能少 然而 盛兮摇了头 不用了 好麻烦的 还浪费零食 归长老心味急了 虽然盛兮不思上进了些 但着实是个好孩子 太知道为宗门着想了 盛兮又说 那么多零食与其花在别人身上 不如折现给我 归长老 他到底对一条咸鱼有什么期待 第十三章 当摆烂咸鱼遇上魔鬼眷王 归长老想不通了 冤献都给你一座灵矿了 你怎么还要零食 盛兮很无辜 谁嫌零食多呢 归长老 竟无法反驳 竟成员均笑了笑 给他吧 另外给梨洛他们 也可准备一份 盛兮与萧梨洛狂喜 师父父真是全世界最好的师父父 两人领了零食回咸鱼峰吃饭 吕翔给盛兮做了几个傀儡 平时能够帮他打理咸鱼风的家务 盛兮给其中一个傀儡编了炒菜程序 这会儿回家 正好能吃上热腾腾的饭菜 吕翔已经到了 正苦着脸 蹲在院子外为先贺 盛兮把属于他的那份零食交给他 吕翔择舌不已 万万没想到 还能有这么一笔额外收入 然而他没收 把零食袋塞回到了盛兮手上 小师妹 其实我是来和你和五师弟道别的 你要出远门吗 盛兮好奇地问 不 上二师兄马上就要出关了 正在吃烤串的萧利洛 蹭一下站起身 这么快 他不是说这炉要 要练九九八十一天吗 吕翔从须弥界中 拿出一个金属百件 左边是一只狗正在舔面 右边是一只鸡正在啄米 中间则挂着一柄 被微弱煮火灼烧的锁 师弟你看 狗舔完了面 鸡啄完了米 火烧断了锁 可不就是二师兄就要出关了吗 萧利洛顿时觉得 口中的烤串不香了 呆呆地坐回到石凳上 小师妹 我可能也要和你告别了 盛兮被他们弄得有点慌 他记得原文中 二师兄温哲明 是个暖男人设 为什么吕翔和萧利洛 一副马上就要死的表情 二师兄出关怎么了 你们俩又不用再吃 他的邪把子壁骨蛋 但他会考核我们的修为 而我 已经完了足足三个月 萧利洛无脸 仿佛看到了自己的悲惨未来 吕翔哭得更惨 我还答应二师兄 等他出关时 晋升金丹七的 但我现在还只是一个 平平无奇的助击后期 练气二层的圣熙 慌得一笔 抱着侥幸心里问 师父和龟长老 都不管我们的修炼 二师兄 管也管不到哪里去吧 师父和龟长老都不管 你觉得是什么 逼得我15岁就结蛋了 萧利洛问 圣熙忽然就体会到了 二师兄的可怕之处 原文提到过 温哲明是眷王 但只有匆匆一笔 没想到他不仅自己卷 还带着师弟一起卷 怪不得 问新宗为二的两名长辈 从不过问他们的修炼 感情是有人帮他们过问 吕响抱着胖胖的自己 瑟瑟发抖 小师妹 二师兄不闭关的时候 每个月都会定期 考核我们的修为 和上次相比 如果没有进步 就会被他抓去试药 二师兄的药 圣熙想起 斜拔子味的壁骨丹 就一个寒颤 这惩罚也太可怕了吧 这么惨无人道的惩罚 师父就不管吗 圣熙问 萧梨洛 师父只是个 柔弱的原因初期 圣熙 他记得 龟长老都原因后期呢 咱们问新宗 究竟是怎么混进 七大宗门的 这题吕响慧 当年成立宗门联盟的时候 要求是个宗门内有 化神器修士坐镇 宗门实力 按照化神器修士的数量划分 那时 咱们问新宗 有一位化神器的老祖 因此成了七大宗门之一 现在这位老祖在哪里 圣熙不济的原文中 有提到这事 吕响摇摇头 不知道 大师兄都没见过 可能早就不在了 其他六大宗门 至少都有三名化神器修士 而且都在壮年期 问新宗一名都没有 怪不得存在感那么低 还让别人觉得是弱级 不过 以问新宗师兄 被六人人手一剑 能够抵抗化神器 权力一击的护具来看 进城援军的家底很厚 他一定有件足够威慑 那些化神器修士的秘宝 才能让问新宗维持至今 看来还能继续在问新宗苟着 圣熙稍微松了口气 那我吃完饭就下山 等你们月考结束 再回宗门 既然知道自己注定挂科 那不如直接缺考 只要二师兄不知道他的实力 就没法判断他有没有进步 圣熙觉得自己简直是个天才 然而吕响直接打破了他的幻想 不可能的 除非你这辈子都不回宗门 或者不用二师兄的丹药 自从二师兄走上丹休之路 师父就不再给我们炼丹了 除非自己去外面买 否则都得找二师兄拿 好点的丹药 在外面能卖上天价 家里有矿都经不起这么回货 但圣熙无所畏惧 他一条咸鱼 又用不着丹药 萧丽洛和吕响都没心思吃饭 把自己的遗产都跟圣熙交代了一番 急匆匆的去临时抱佛脚 圣熙美滋滋的吃完饭 收拾好东西 准备下山去玩几天 然而坐着仙鹤飞到山门处 他看到一名白衣男子启动阵法 关上问心踪的山门 随后男子仰头望向他 两个人的目光在空中交汇 圣熙忽然有种不祥的预感 二师兄温哲明站在地上 谦和一笑 你就是小师妹吧 我正是温哲明 圣熙 学渣被锁在考场里了 他慌了一笔 想让仙鹤带他去无人风躲躲 去见温哲明飞到他身边 递出一个储物袋 这些丹药拿着 是师兄的一点见面里 以后要是需要别的丹药 师兄都可以帮你练 温暖的笑意挂在温哲明脸上 他眼底都盛满了温柔 完全不像吕响和肖利洛说的那么可怕 但斜拔子味的壁骨丹 给圣熙带来的心理阴影太大 他没敢接 什么口味的 温哲明温柔笑着 没调味 你如果有喜欢的口味 师兄下次给你调 圣熙半信半疑的结果 用神识扫过储物袋中 发现里面满满当当 塞满了丹药 即使所有丹药 装在能够密封气息的浴瓶中 都能感受到残留在瓶口的浓郁灵气 足见每一颗都是上品丹药 而且 最重要的是 这些丹药不臭 每一颗都只有丹药的清香 让人文剑 便神清气爽 谢谢二师兄 圣熙高兴极了 二师兄果然是个大暖男 温哲明和善地笑着 不客气 我听龟长老说你拜入问心宗时 是练气二层 现在两个月过去 应该住击了吧 圣熙 他又不是消利落 两个月住击那是人干的事吗 这一瞬 圣熙从温哲明眼底的笑意中 看到了卷王的疯狂 救命 二师兄是魔鬼 第十四章 卷是不可能卷的 圣熙的咸鱼小脑瓜 飞速运转 该怎么躲过卷王的魔爪 温哲明又勤着笑 打量起圣熙的坐骑 这是小师妹的灵宠吗 看起来只是普通的仙鹤 只有炼气一层的修为 圣熙有种不祥的预感 抱紧了自己的仙鹤 温哲明笑得更加温柔 小师妹不要气馁 藏书阁内有适合灵兽修炼的功法 师兄去挑几本给你 只要好好修炼 普通仙鹤也能化形 妖兽化形 那差不多得化神七了 二师兄是什么魔鬼 竟然连仙鹤都不放过 只想和圣熙一起摆烂的仙鹤 一听就给吓晕了 在这圣熙直挺挺挺的 往地上摔去 啊啊啊啊 小鹤你醒醒 圣熙抱着仙鹤拼命摇晃 惨叫声连在闭关的冤线都听到了 他飞出小院 看到温哲明 把正在下坠的圣熙捞了起来 又放下心 重新回屋修炼 圣熙惊魂未定的抱着仙鹤 踩在温哲明的飞行法器上 试图卖惨 二师兄 我的仙鹤这么弱 肯定修炼不起来的 小师妹 虽然仙鹤是低等灵兽 但不能看不起他们 无论是人族还是妖兽 虽然每个人出生时的天赋不同 但只要足够努力 都能有所回报 温哲明送来好大一碗鸡汤 圣熙咬死不喝 可是仙鹤他不想修炼 不能强迫他修炼是不是 温哲明强掰开圣熙的嘴把鸡汤灌进去 书山有鹿秦为敬 修炼无哑苦作舟 鹤可以无傲气 但不能无傲骨 虽然只是普普通通的仙鹤 仙既然有灵根 可以修炼 那便不能浪费 刚缓过气来的仙鹤一听这话 又给吓晕了过去 圣熙一手抱着仙鹤圆滚滚的身子 一手托着他长长的鹤井 和仙鹤抱头痛哭 小鹤我对不起你 说好带你出来躺平咸鱼 结果要让你变成卷心菜了 呜呜 仙鹤呜呜哀嚎 如怨如目 如气如素 温哲明困惑地望着圣熙 卷心菜是什么 又卷又菜 圣熙想起咸鱼风的同胞们 觉得不能让这些信任自己的仙鹤 遭到二师兄的毒手 二师兄 我觉得大师兄需要您的鞭策 您去盯着他修炼吧 大师兄的修为已经到了瓶颈 我在劝姐也没用 温哲明叹了口气 遗憾的 显然不是他无法鞭策大师兄 而是他打不过冤线 不能来墙的 圣熙忽然发现在让冤线变强这点上 温哲明和自己的目标是相同的 直接一招祸水冬饮 大师兄前几天说他感觉到瓶颈松动 应该马上就能冲击原因期了 你快去盯着他 别让大师兄偷懒 温哲明面露喜色 我这就去看看 远在安道峰的冤线忽然一阵恶寒 送走温哲明 圣熙黑黑一笑 重新走到山门处 温馨宗的山门立在两道山峰的巨大空隙之中 两侧都是高耸入云的光滑山壁 犹如一座高山被人竖皮成两半 整个温馨宗都笼罩在繁复的阵法中 门内弟子平时只要随身携带身份预牌 就能自由进出 现在温哲明关上山门 只有解开阵法才能开门出去 原先的山门通道上 一道湛蓝色的阵法缓缓转动 圣熙站在阵法前 一袭想起二师兄关门时控制阵法的动作 要不他反过来试试 摸了摸自己脖子上的琉璃阴落 圣熙琢磨着 哪怕解阵失败 也有这东西护着自己 应该没事 他示意仙鹤躲圆点 自己照猫画虎 将先前温哲明关门的动作 反过来操作了一番 最后一个动作结束 湛蓝色的阵法飞速转动 周围灵气汇聚 紧闭的山门之上 竟然真的重新出现了通道 我一定是天才 圣熙狂喜 没注意到山门旁的石龟巨像 撩起眼皮看了他一眼 只顾着招呼上仙鹤 撒鸭子就逃 圈是不可能圈的 浪迹天涯都不可能开圈 仙阳城内只醉金迷 告知月考结束 圣熙才买好了礼物 开开心心回宗门 咸鱼风上没有人迎接他 圣熙又提着礼物 分别去找三位师兄 温哲明除外 咸鱼绝对不会去卷王面前 刷存在感的 冤线在闭关修炼 圣熙放下留音时候就走了 又去最近的剑一风 探望萧李洛 然而剑一风上没有萧李洛 只有一只躺在草地上 翘着二郎腿晒太阳的大黑熊 大黑熊还穿着萧李洛的衣服 察觉到圣熙的气息 大黑熊坐起身朝他往来 欣喜地冲他招手 小师妹 是萧李洛的声音 圣熙惊了 五师兄 你居然是熊腰成精 书里都没写呢 什么书 我是人 变成这副模样 是因为被二师兄抓去是药了 萧李洛提起这事 就感到挫败 泄气地躺了下来 还不知道 要笑什么时候才能消失 才能变回我英俊潇洒的帅气人脸 圣熙想象了下一只 长着萧李洛人脸的黑熊 打个寒颤 觉得三直都要掉光了 他走过去 小心翼翼地摸了摸他毛茸茸的手臂 软乎乎的触感 让圣熙心里痒痒的 其实你不变回来也挺好的 小熊多可爱啊 圣熙没忍住 抱着萧李洛蹭了蹭 幸福极了 萧李洛忽然就没那么失落了 真的吗 是啊是啊 我再去给你做件袈裟 以后你就是见一封的守山大神了 萧李洛 不知道为什么 总觉得穿上袈裟的自己有点憨 对了 每次月考 二师兄都会封锁山门 防止我们逃跑 规长老说你是自己解阵逃出去的 你会阵法吗 萧李洛问 圣熙简要把当时的情况说了下 并把自己解阵的经验交给萧李洛 萧李洛一脸猛逼 身为天才的他 竟然听不懂小师妹在说什么 算了算了 解阵是要看天赋的 我不是那块料 喊来了驴响 圣熙把从山下买来的美食一件件摆出来 正要和师兄们开茶话会 正在空中自在飞翔的仙鹤忽然 灯一下摔进圣熙怀中装死 不远处 温哲明则踩着七彩祥云朝他们飞来 手中还提了一把剑 圣熙 不好 有杀器 第十五章 语文课本成精 圣熙起身就想跑 但飞行法器还没掏出来 温哲明就已经在他身旁落下 笑音的问 小师妹回来了 下山玩的可开心 虽然温哲明语气真诚 原文人设也不是笑里藏刀的人 但圣熙心虚极了 他耸的一笔 颤巍巍地从须弥界中 取出一个八宝石盒 二师兄 我给你带了礼物 这家糕点特别好吃 我排队排了好久才买到的 你尝尝 多谢小师妹 温哲明没提倦的手接过石盒 道谢过后 语重心长地教育他 以后如果对我太长 你可以让似师弟的傀儡人去排队 身为修士 要学会合理利用时间 把珍贵的时间 用在更有意义的事情上 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 当他回首往事时 不会因虚度年华而悔恨 也不会因碌碌无为而羞愧 盛熙 二师兄你是语文课本成精吧 他一条咸鱼 不想知道钢铁是怎样练成的 萧利洛伸出黑胖熊掌 想去石盒中偷吃的 温哲明索性把石盒给了他 随后提剑走向盛熙 盛熙立马躲到吕响身后 吕响死死抱住温哲明 大声哀求 二师兄冷静 小师妹只是缺考 对不起死啊 温哲明一愣 你想什么呢 你一个单休提着剑想什么呢 盛熙耸不拉几地问 温哲明这才注意到手中的剑 笑着将剑高高抛起 锋利的长剑 在空中转体三周半 笔直落地 整个剑一封都微微一颤 正呼伦往嘴里塞高点的萧利洛一愣 这下轮到他感受到杀气了 他默默将高点咽下 这剑是给我的 温哲明汉手 这是师父曾经用过的剑 我特地去求他借来的 放在你的院前 日日感受其中剑意 对你提升修为有好处 五十地 宝剑锋从魔力出 修炼不可懈怠 肖利洛瞬间觉得 手里的桂花膏不像了 盛熙摸着下巴沉思 二师兄 我觉得五师兄家门前 应该有两把剑 一把是师父用过的剑 另一把也是师父用过的剑 温哲明深以为然 小师妹说得对 我再去找师父借一把 再次躲过一劫的盛熙满血复活 望着嫁云离去的温哲明 双眼发光 二师兄这云真好看 叫什么名字 同样逃过一劫的驴响 语气轻松 只是件飞行法器 二师兄没有给他取名 师妹你喜欢的话 我给你也做一个 这云朵模样的飞行法器体积小 启动速度快 逃命的时候比灵周方便多了 盛熙双眼发光 好呀好呀 师兄你帮我调成金黄色的好不好 我要叫他金斗云 驴响 包在我身上 自从温哲明练单结束 静谜的问心踪 就换了种画风 本来会跟盛熙一起钓鱼的驴响 现在一个劲的窝在屋里练法器 争取下月月考时 哪怕现在还是大黑熊的模样 都不忘每天挥剑五千下 勤奋刻苦的仿佛变了个人 唯一庆幸的是 二师兄还算人道 虽然有心让鲜鹤修炼 但他觉得 咸鱼风上的鲜鹤 都是盛熙的灵宠 最好还是让盛熙决定 鲜鹤们的修炼功法 盛熙把这事压下来了 以至于鲜鹤们逃过一劫 这会儿盛熙独自一人 坐在摇摇椅上晒太阳 喝着傀儡端来的灵茶 哼着小哥 鲜鹤的传送阵上 亮起一道光芒 浮现出三个流光一彩的字 来 鲜鹤 有什么大事吗 盛熙撕掉脸上的面膜 坐着金斗云前往鲜鹤 萧黎骆等人已经到了 靳尘元君见他来 对众人说 安水山秘境即将开放 里面有为师需要的一样灵芷 你们几个去一趟 将东西取来 靳尘元君很少吩咐他们去办事 屡想好奇地问 师傅 你要的灵芷叫什么呀 靳尘元君抬手 掌心浮现出一片枯叶的虚印 消离落不解 一片叶子 温哲明是丹修 又是眷王 一眼就认出这东西的真正身份 这是无相叶 靳尘元君赞赏地看了他一眼 正是 无相叶与真正的枯叶 在外表上并没有区别 唯一的差别是 炼制过程中 无相叶会化碟 你们不用甄别 是否找到了真正的无相叶 只需将秘境中 所有的枯叶都带回来 为师自会判断 安水山秘境 是洛峰宗附近的一个小秘境 只有金丹七 即以下修为能进入 秘境不定期开放 每次入口都在不同的位置 有的甚至在千里之外 以至于洛峰宗 至今都无法完全掌控这一秘境 只能默许其他修士 一同进入秘境 原书中 萧丽洛等人 就是因为这个秘境 而与圣如月认识 从此师兄弟几人接连沦陷 成了圣如月的舔狗 但盛西不明白 靳尘元君是怎么判断出 安水山秘境的开放时间的 田一师傅 不只是个柔弱的原因出妻吗 下秘境 可比每天都在宗门内苦修有趣了 萧丽洛第一个答应下来 屡想迟疑的举起手 师傅 要不武师弟 还是别去了吧 靳尘元君一笑 无妨 你们一个单修 一个气修 小夕又还只是练气漆 戴上梨洛安全鞋 盛西觉得武师兄 现在长得也很安全 一行人辞别靳尘元君 坐上盛西的灵州 便往安水山秘境的方向飞去 直到离开山门 萧丽洛才想起来 出门前 我应该找师傅 把我变回人样的 盛西爱不释手的 如挨着熊头 可是我觉得 你现在好可爱哦 萧丽洛顿时骄傲极了 既然小师妹喜欢 那我还是继续做熊吧 温哲明深深看了眼 正在如为熊的盛西 递给他一瓶丹药 小师妹 这是让武师弟 变成熊的丹药 你喜欢就拿去 以后想把谁变成熊都可以 盛西感动极了 二师兄 你真好 我还喜欢猫猫狗狗 你能不能做一点 变成猫猫狗狗的丹药 温哲明最喜欢研究丹药 一听甲方有需求 立刻答应 没问题 萧丽洛和吕响 齐齐打了个寒战 以后是药 他们难道还要变成猫猫狗狗 第十六章 和万人迷女主相遇了 根据靖陈园军的推算 这次爱水山秘境的一个入口 就在洪峰城里 人来人往的洪峰城中 吕响催动罗盘 寻找正确方位 温哲明陪同在侧 有他们两人忙活 圣熙与萧丽洛落在最后面 东张西望地瞧着两边的店铺 与平时出来逛街时的模样没两样 只不过为了减少不必要的误会 圣熙给萧丽洛带来的黑色蜜蜜 遮住了一脸 他酣蒙雄样 洪峰城繁华 除了有门面的店铺 还有一些修饰摆摊 出售一些单药 服录或者自己用不上的材料 圣熙与萧丽洛吃着灵果 听见有人在叫卖飞行服 心神一动 飞行服贴在身上就能自由飞行 对练气期来说非常友好 圣熙最近总是从坐骑 或飞行法器上摔下去 觉得自己相当需要这东西 他很快就找到叫卖的摊位 飞行服怎么卖 一百零十一张 道友要几张 摆摊的是个年轻修士 一看生意来了 立马起身招呼 圣熙有点肉疼 这也太贵了吧 算了算了 仙鹤 灵州和金斗云都挺好用的 他转身要走 摆摊修士挽留 道友留步 我这可是洛峰宗清传弟子制作的福禄 一百零十很便宜了 可遇不可求啊 小师妹 你喜欢这个 我给你买 萧丽洛把没吃完的零果咸在嘴里 伸手要从须弥界中去取零食袋 被圣熙阻止 不要啦 好贵哦 一点都不值这价 萧丽洛是个石胜人 圣熙说不要 他也就没坚持 吃着零果含含糊糊的说 其实也不用买 等三师兄出关 让他给你画 这种低级福禄 三师兄一晚上能画上万丈 问新宗三师兄名为颜彻 是位扶修天才 原著中 他被万人民女主哄得不要不要的 最后为了帮助圣如月飞生 以自身为阵眼 破开东南灵界的封印 打开通天之路 这位冤种师兄 在几个月前的一次月考中成绩垫底 被二师兄抓去施药 产生幻觉后 死死抱住靖臣援军 哭着管他喊娘 清醒后 三师兄自觉射死 一怒之下闭关修炼 至今没有出关 圣希有时候都怀疑 他是真的在闭关前修 还是以闭关的名义自闭 借机躲避二师兄的月考魔爪 根据原文的描述 三师兄不久后应该就会出关 外头的福禄良有不齐 反正圣希不着急用飞行服 大不了等三师兄出关后 花零食找他买 想清楚这些 圣希拉着肖离落走人 摆摊修士着急大喊 道友 这可真的是洛峰宗亲传弟子所话 一般人我还不告诉他呢 你真的不买吗 他这一副 不买就亏了的语气 让圣希好奇的问 洛峰宗的福禄很厉害吗 肖离落迷茫摇头 不知道 应该没三师兄的厉害吧 七 没见识 洛峰宗开宗立派的祖师爷 就是位福禄师 李延瑞的声音响起 他神色鼻的 打亮着圣希的背影 和被迷离包的严严实实的肖离落 心想这两人 是从哪个穷小屁壤过来的散修 竟然连这个都不知道 然而 在看清圣希面容的那一刻 李延瑞惊了 小师妹 肖离落不爽地往前一步 挡在圣希面前 别瞎喊 这是我小师妹 你 哎 你不是那个爱穿红内裤的 洛峰宗亲传吗 李延瑞顿时就仗红了脸 你 胡说八道些什么 他着急地朝后望去 又羞又恼 圣希顺着他的目光望去 看到了洛峰宗的其余弟子 薛飞臣和圣如月就在其中 见到圣希 这两人相当惊讶地望着他 因为听到了肖离落的话 圣如月脸颊微红 走上前来问 小夕 真的是你吗 你这段时间去哪里了呀 我好担心你 圣希瞧了眼 正戒备盯着圣如月的肖离落 把他拉到自己身后 问圣如月 你怎么个担心法呀 圣如月一下卡壳 没能说出个所以然 薛飞臣冷声道 圣希 你私自判出师门 圣希打断他 打住 我走流程申请托宗 你们洛峰宗也是同意的 我们是好聚好散 别拿这是对我道德绑架 小夕 我知道师父说我为亲传弟子后 你心里不舒服 可我也不是故意的 你别失性子了 跟我回去吧 圣如月再次迈步 想要去拉圣希的手 被萧离落横剑拦住 他欺了一声 你们洛峰宗自己留不住人才 现在还想吃回头草 做梦去吧 小师妹 我们走 别跟他们浪费时间 李延瑞一看圣如月受委屈 立刻拔剑 你别欺人太甚 我师妹好心好意请小师 小夕回去 你竟敢对他出言不逊 说都说了 你想怎样 洪峰城内不准泄斗 你现在拔剑 是想违反你们 洛峰宗自己定的规矩吗 圣希问 李延瑞一致 听圣希这么维护一个外人 忽然有些委屈 小夕 他是谁 我的亲亲师兄呀 圣希跟萧离落勾肩搭背的 别提多开心了 李延瑞的脸色难看异常 薛飞辰却在这时拔剑了 察觉到他身上的杀意 萧离落第一时间 把圣希拉到身后 洪峰城不准泄斗 邪羞除外 薛飞辰一声力喝 拔剑就冲向萧离落 我倒要看看 你这眉脸 你真面目是人的劫匪 究竟是什么人 萧离落飞快把圣希丢去安全地带 拔剑迎上薛飞辰 垃圾 来呀 圣希无脸 萧离落刚刚嘴快 说漏了李延瑞的内裤颜色 以至于让薛飞辰猜到 他就是先前抢劫 洛峰宗弟子的人 是是他们做的 但认识 绝对不可能认的 丢脸是其次 主要是圣希不想把 到手的战利品再还回去 洪峰城的执法堂 是洛峰宗的下派机构 一看动手的人士 自家首席清传 非但没有制止 起起拔剑 朝萧离落宫去 萧离落的修为 滴薛飞辰一个小境界 又被执法堂 庶民金丹修士围攻 还得时刻分析 圣希是否安全 他虽能自保 但显然无法从容应战 圣如月瞧了眼战况 面露得意 对圣希说 小夕 你还是跟我回洛峰宗吧 你这位新师兄 根本就不是大师兄的对手 很快就会败下阵来 圣希吃了一声 这种衣服都被人烧光的大师兄 你还挺当个宝 圣如月一惊 他听说了先前 洛峰宗弟子遭抢劫后的 屈辱经历 薛飞辰任务失败 难道也跟他们 遭受了一样的经历 不 大师兄那么厉害 绝对不会被人扒光衣服 圣如月拼命这么告诉自己 却听到圣希用法力 增强后的声音 回荡在整个洪峰城中 别打了 又不是只有我师兄 看过你们洛峰宗弟子光辟 古的模样 记录你们从清传到外门弟子 被抢劫全过程的流影时 早就卖疯了 一瞬间 处在上风的薛飞辰身子一晃 差点被萧梨洛一剑穿心 那岂不是连他战败的那一幕 也被人看到了 第十七章 谁还没师兄护着 薛飞辰战意减退 执法堂几人不是萧梨洛的对手 很快败下阵来 萧梨洛的秘离 在打斗中被毁 露出了大黑熊的模样 看得其余人心头一梗 夭修 瞎吗 我是人 萧梨洛美好气的吼了一声 轻飘飘的落回到圣溪身旁 夭修通常得到化神器 才能化成人形 而且修炼心法与人族不同 萧梨洛无论是修为 还是初见守法 一看就是从小苦练的人族见修 的确不像夭修 可薛飞辰并不想那么轻易放过他们 你哪里像人 洪峰城不是要修放肆的地方 薛飞辰冷冷看着他 言语间显然是想把萧梨洛拿下 不容放肆也放肆了 你拿我怎样 萧梨洛丝毫不怕 护着圣溪再次提见御战 圣溪拉住他 对薛飞辰说 我建议你别打 不然万一我师兄身上的流影石掉出来 别人捡到 那就会让更多人看到你们光辟 古的模样 薛飞辰一口血 圣溪 退下 这里没你的事 你这非要打的模样 看起来是挺想让别人知道自己身材怎样的 没想到你是这样的薛飞辰啊 圣溪恍然大悟 圣溪万分好奇 其他洛峰宗弟子 想被别人看到那些画面吗 你这个做师兄的 问过他们的意见吗 难道你们洛峰宗都巴不得别人看到自己光辟 古的模样 萧梨洛嫌弃的 责了一声 洛峰宗都是些什么变态哦 薛飞辰百口莫辩 你住口 我今日先拿下他 再带你回宗门谢罪 你敢 萧梨洛紧紧护着圣溪 温哲明与吕响听到动静 也都赶了过来 挡在圣溪前面 几位要动我师妹 先得过我们这关 圣如月被这三人凌厉的气势一震 心声退役 大师兄 要不算了吧 现在小溪过得不错 我也就放心了 我们走吧 虽然自己这边人多 但真要拿下一个金丹期 还有些困难 万一逼急了萧梨洛 抱金丹 整个洪峰城都得遭殃 薛飞辰承受不起这个后果 反正萧利洛特征明显 洪峰城中到处都是洛峰宗的眼线 要追查他们的下落轻而易举 等做好准备 再来也一样 想到这里 薛飞辰冷哼一声 对圣溪说 良情则末而期 你别后悔今日的选择 所以你这只禽兽 选的洛峰宗这枚高知 圣溪问 薛飞辰的脸一下轻了 金丹期的威压 一下子笼罩在圣溪身上 圣溪 温哲明和萧利洛立刻用自己 身为金丹期的威压 帮圣溪抵消了这层攻击 被师兄护着的圣溪 笑得阳光明媚 你想怎样 薛飞辰 别忘了 你还欠着我救命之恩没还呢 薛飞辰更多斥责的话 愣是声声卡在了嗓子眼 自从在圣家对圣如月一见倾心 薛飞辰就完全忘记了这回事 如今冷不丁被圣溪提及 当初他废寝望时 照顾自己的点点滴滴 如泉水般涌起 薛飞辰忽然异常烦躁 大师兄 你恐怕也无法安全回家 你和大师兄两亲了 你如果非要大师兄报恩 我这里有十块上品零食 你拿去吧 圣溪挑眉 哦 原来薛飞辰的命这么贱 就只值十块上品零食呀 圣如月一致 盲白手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 得了吧 谁缺你拿三瓜两枣 圣溪可是拥有一座灵矿的女人 区区十块上品零食 她还真不在乎 师兄 我们走 不跟他们一般见识 圣溪一手拉着萧梨洛 一手拉着驴响 给温哲明使了个眼色 转身走人 以后 还请诸位离我家小师妹远点 小师妹不开心 就是我们整个师门都不开心 温哲明落在最后 一贯擒着笑的面容有些冷 一一将洛峰宗这些人的面容 都记在脑海中后 才转身离去 直到一行人走远 那种营绕在洛峰宗众人心头的死亡气息 才慢慢淡去 圣如月心有余悸地问 他们到底是什么人 李延瑞思索着说 应该就是个没有名气的小门派吧 小夕是杂铃根 没有大宗门愿意要他的 而且他那个黑熊师兄 人不人鬼不鬼的 连张只要一百下品零食的福禄都买不起 估计都是些不受宠的外门弟子 刚刚的圣熙个性张扬 光彩夺目 与先前那个逆来顺受的圣熙完全不同 可以想到他的日子还是同样的凄惨 圣如月的心微妙地平衡了下 小夕过得惨不要紧 他这个做姐姐的会提携他的 已经和师兄们一起 拐进酒楼吃饭的圣熙打个喷嚏 总觉得有人在背后骂自己 不用想也知道 肯定是洛峰宗那些人 一行人到雅间坐下 温哲明给美人倒了杯茶 语气温和的开口 刚刚到底是怎么回事 圣熙简要说完 和洛峰宗动手的经过 对吕想说 师兄 你能不耐根据记忆 把洛峰宗弟子被抢的画面 刻进刘影石里 假装是当时录下的 吕想点点头 你想卖给谁呀 若是就那么摆摊卖 很容易被洛峰宗抓住的 圣熙嘿嘿一笑 我就卖给洛峰宗 温哲明原先不知道 抢劫这事 还没来得及 消化完圣熙的那些骚操作 听到这话 更是不解 洛峰宗怎么可能买 他们恨不得杀了你 可如果他们不买断的话 我就只能卖给 修真界的所有人咯 到时候人手一份 他们洛峰宗弟子 丢人的刘影石 看洛峰宗怎么办 肖黎洛一想到这画面 忍不住哈哈大笑 对 就这么干 圣熙觉得洛峰宗肯定会买 他连价格都想好了 就卖他们够50万上品零食吧 温哲明迟疑 是不是太贵了 二师兄 你不知道洛峰宗多有钱 他们清传弟子 偷偷拿出来卖的低阶飞行服 一张就要100上品零食呢 圣熙不知道福禄行情 但知道100上品零食 买一张低阶福禄肯是贵的 温哲明方方面面都很卷 对福禄价格一清二楚 他默默喝了口茶 怀疑小师妹听错价格了 有时候小贩图方便 售卖一些低阶福禄时 默认交易都是下品零食 报价时只会提到零食数量 而不会特地再提零食品接 圣熙自打穿越过来 接触的就都是上品零食 以至于他听到摆摊修士说 飞行服价格是 100零食的时候 先入为主的以为要 100上品零食 一块上品零食可以兑换1000块中品零食 一块中品零食可以兑换1000块下品零食 如果一张飞行服的价格 只要100下品零食 圣熙能买爆 看着正在跟肖利洛讨论 仙阳城福禄会不会便宜一些的圣熙 温哲明欲言又止 决定一会儿去买些飞行服送给小师妹 至于用流饮食坑落风踪这事 小师妹开心就好 他这个做师兄的肯定支持 第十八章 让他捅个天玩玩 吃完饭 圣熙一行人前往秘境入口 望着眼前微额肃穆的高大建筑 以及门点上强劲有力的 执法堂三次 忽然想起部分原著内容的圣熙 有些胃疼 原文中 圣如月一行人路过执法堂 见问新宗弟子强闯执法堂 就加入战局试图阻拦 结果秘境入口正好打开 这群人都进入了秘境 萧利洛超能打 圣熙倒不怕跟他们起冲突 问题是 进入秘境的修饰会被随机传送到不同地点 原文萧利洛正好和圣如月 一起被传送到了一头妖兽面前 萧利洛英雄救美和圣如月组队探险 在秘境中结下了深厚情谊 还没出秘境 他就身陷在万人迷女主的魅力中无法自拔 连到手的无相叶都被女主拿走了 圣熙深深的魏靖臣援军默挨三秒 紧紧抓住萧利洛的手 师兄 一会儿进秘境的时候 你千万不要松开我的手 吕响第一个反对 小师妹 你在秘境里一定要离五十地原点 跟着他下秘境特别惨 原文中萧利洛和圣如月在一起时 的确特别惨 非求该有的倒霉关卡全都有 顺利通关后的战利品 则全进了女主一个人的口袋 萧利洛满身世伤和师兄们会合 站都站不稳了 还美滋滋地想着此生能够遇上圣如月 真是他三生有幸 圣熙改变不了萧利洛的非求体质 但至少不能让他继续做原打头 我要看着他 四师兄 没事的 你到了秘境 小心一种会发光的石头 圣熙认真叮嘱 温哲明好奇 你知道安水山秘境中的情况 以前在洛峰宗的时候 听到过一些 圣熙胡周 总不能把自己看过原著的事说出来 二师兄 安水山秘境里的开口笑会说谎 你要小心 开口笑是一种灵直 只要给予一定的零食供给 就能够回答生长地附近的一些问题 是炼制吐针丸的主要材料 修针界一直都认为 这种灵直没有灵质 只是单纯的模仿人类说话 温哲明在原文中被开口笑欺骗 差点命都没了 几人在门口说话太久 引起了执法堂弟子的注意 上前询问 你们几个干什么的 温哲明礼貌开口 道友你好 我们想进执法堂参观一番 对面的蓝衣弟子翻了个白眼 我们这是执法堂 不是大饭堂 不对外开放 赶紧走 他伸手想来推圣西 被吕响拦住 别碰我师妹 蓝衣弟子打亮了他几眼 见吕响不过是个助击修士 不以为意 我就推了又怎样 他伸手再次想推圣西 被萧黎洛一脚踹翻 听不懂人话 让你别碰我师妹 蓝衣弟子也是金丹七修为 哪能受这委屈 当下掏出一张 俘虏攻向萧黎洛 萧黎洛带着圣西闪开 正要抽剑反击 被圣西拦住 不打了 冲进去 他感应到了一似异样的灵力 应该是秘境入口松动 而泄露出来的 萧黎洛文言 带着圣西就往里飞 于想丢下一串炮竹 和温哲明跟随其后 炮竹落在蓝衣弟子身上 他不屑一顾 这种垃圾也敢拿出来 丢人现眼 下一秒 炮竹劈里啪啦炸裂 竟然将他一个金丹七 炸出去十丈远 正好摔在圣如月面前 发生了什么 李延锐大吃一惊 在执法堂内 圣西一行人来到炼武场 空旷的炼武场中水光浮动 从中传来的异样灵气越来越多 而炼武场入口 则处立着一个巨大的傀儡战士 但凡有执法堂的弟子赶上前 就会被战士拦下 一副当官万夫莫开 空中无端浮现的水光 慢慢趋向平和 只要形成有规律的水波 就代表秘境入口已稳定开启 可以顺利进入 忽然 傀儡战士被打飞 薛飞臣提剑冲了进来 一见到场中情况 他大吃一惊 安水山秘境 说话间 圣如月几人都赶到了 与盛西一行人 敬畏分明地守在秘境入口两侧 薛飞臣立马通知师门秘境开启 戒备地盯着盛西 你们强闯执法堂 就是为了进入安水山秘境 萧麗洛正要嚣张承认 被盛西踩了一脚 很无辜地说 没有啊 我们就想进来参观下执法堂 薛飞臣冷笑 执法堂有什么好参观的 你们分明是为了这个入口 这个入口是第一次出现 圣西自然不可能承认 这是进城援军推算出来的 反问薛飞臣 安水山秘境入口的位置 和开放时间都是随机的 我们怎么会知道这里有入口 薛飞臣被问住了 正在这时 秘境入口稳定下来 走 圣西紧紧抓住萧麗洛的手 朝薛飞臣丢出去一样东西 就和三名师兄跳入秘境 后退 薛飞臣抓起圣如月 飞身远盾 然而想象中的攻击却没有出现 圣西丢出来的 只是一块不起眼的碎石头 他耍我们 圣如月愈怒 望着空荡荡的秘境入口 知道圣西一行人已经进去 他不甘心 师兄 我们也进去吧 薛飞臣想起 圣西进入秘境前 紧紧抓住萧麗洛的那一幕 眉头紧皱 他吩咐执法堂弟子看好入口 随后带着圣如月几人 踏入秘境 秘境入口 类似于一个传送阵 圣西在里面被转得七荤八素 哪怕一直都死死抓着萧麗洛 但因为秘境的特殊机制 他还是和萧麗洛分开了 圣西从半空摔落 迅速掏出金斗云稳住身子 没让自己摔下去 随后 圣西坐在金斗云上 打量起这个秘境 秘境天空昏暗 像是没有太阳的阴雨天 云很低 好似伸手就能抓到 圣西试探性地伸出手 居然还真的摸到了一层暖乎乎 略有些粘手的东西 他忽然有种不祥的预感 坐着金斗云不断往上飞去 指尖触碰到了一道坚硬的东西 这道坚壁朝四周蔓延而去 笼罩住他周围所有的空间 隐隐还有暖衣传来 他该不会摸到天安了吧 圣西思索片刻 抽出长剑 满是期待的望向头顶灰蒙蒙的天 让他捅个天安玩玩 第十九章 这个爹 他认了 灵力注入长剑 青仓爵自动运转 圣西只是稍一用力 就感受到 剑尖刺破了头顶的坚壁 卡拉卡拉的碎裂声传来 仿佛整个空间都破碎了 明亮的天光 从头顶破碎的口子中洒进来 圣西眯着眼 坐在金斗云上慢慢升起 他看到了一壁如洗的蓝天 闻到了淡淡的草木芬芳 以及周围用无数树枝垒成的高大城墙 树枝城墙围成了一个圈 其中没有房屋 只是铺满了无数梧桐树叶 与色彩缤纷的鸟语 这是一个鸟巢 圣西再去看刚刚困住自己的地方 那分明是一个无比巨大的鸟蛋 他被直接传送到了鸟蛋中 刚刚是破壳而出了 这什么坑爹秘境 鸟蛋之上有淡淡的祥云纹是闪烁 圣西正琢磨什么鸟这么大 一道阴影笼罩而来 一只巨大的瞳孔出现在圣西头顶 吓得圣西立马钻回蛋里 浓郁的灵气充斥在蛋内 下面隐隐有水声传动 是无数灵气凝结而成的灵力之水 一道原文描述 窜入圣西脑海 他所在的这个蛋 似乎是凤凰蛋 原文中 萧丽洛和圣如月 在组队探险时来到了这里 圣如月想要将凤凰蛋带走 遭到凤凰阻拦 因为安水山秘境 对进入秘境的人有修为限制 出现在这里的 只是凤凰的投影 而非真身 实力有限 萧丽洛使用禁术 燃尽百年寿元 打败凤凰投影后 圣如月开开心心的 抱走了凤凰蛋 要不是温哲鸣和吕响及时赶到 灵力耗尽的萧丽洛 差点交代在这秘境中 现在蛋里并没有小凤凰的气息 只有无数浓郁的灵气 圣熙小心翼翼地探出头去 看到刚刚那只瞳孔的主人 果然是一只羽毛艳丽的赤色凤凰 头顶羽冠 是一抹熊熊燃烧的凤凰火 一不小心钻进人家的蛋里 圣熙有点耸 琢磨着该怎么解释 才能不被凤凰烧死 一道清悦的男生忽然想起 乖女儿 圣熙一惊 这是在喊他吗 火凤低下头来 轻轻蹭了蹭圣熙的脑袋 羽冠上的火焰碰触到圣熙 非但没有灼伤他 反而带来一股令人舒适的暖意 这都能认错女儿 她是人 不是鸟娃威 圣熙不忍欺骗空巢老父亲 要不您仔细看看我 火凤认真看着 火焰羽冠骄傲翘起 不愧是我的女儿 真是漂亮 圣熙 这火凤凰到底瞎到什么程度了 我没有翅膀呢 圣熙扑扔着自己细弱的小胳膊 努力展示他和火凤的不同 希望火凤早日醒悟 火凤轻轻一笑 一团火焰吞噬了他庞大的身躯 随后火焰不断变小 一个高大挺拔的男人 从火焰中走出来 男人头戴赤色琉璃火焰冠 身穿大红锦袍 上有金色祥云符纹点缀 长相美的男女莫辩 他冲圣熙一笑 笑容美的颠倒众生 男人展开双臂问 我们现在不就一样了 眼狗圣熙 看得眼睛都直了 这个爹 他认了 男人温柔地揉了揉他的脑袋 火焰一般剔透的瞳孔中 闪烁着喜极而泣的隐忍泪光 祖老都说这是磕死蛋 我不信 你看 我的乖女儿 这不是平安出生了吗 盛兮的鼻子忽然酸酸的 但里面没有小凤凰 的确是磕死蛋 他想说说实话 但男人凝时的身影 开始逐渐变淡 爹不能陪你太长时间 这方小世界最高修为 不过金单七 你不必害怕 在这儿好好修炼 突破原因后 你再离开这里 外面都是坏人 记住 谁都别信 男人每说一个字 身影变淡一分 全部话说完 激进透明的身影 分崩离析 化作无数火焰 扑向圣熙 这些火焰在他周身徘徊一圈 化作一串赤色琉璃玉珠 挂在他手腕之上 手串看起来并无异常 但圣熙稍微注入灵力 就能感受到澎湃的凤凰之力 无论攻守都非常强悍 属于凤凰的气息完全消失 圣熙无脸 倒在在金斗云上 失神的望着头顶的天空 便宜爹的修为 至少在化神期以上 圣熙不知道 他为什么会把自己 错认为女儿 思来想去半天 决定下次 如果有机会遇上他 得跟人家说实话 虽然这对便宜爹 有点残忍 但明知自己不是小凤凰 还骗人家 那太无耻了 梧桐木的淡淡清香传来 周围老凤凰布置了引灵阵 即使不用修炼 灵气也会源源不断的 进入阵法之中 传送给阵眼之中的人货物 这么好的东西 不能浪费 圣熙收起自己 破壳而出的凤凰蛋 把周围柔软温暖的 凤凰荣语收集起来 铺成床 舒舒服服的躺了下去 反正最后三位师兄 都要来这里会合的 与其漫无目的四处寻找 都直接在这里等他们 可能是投了回胎 圣熙感觉有些累 兰兰打个哈欠 闭眼入睡 密进西南角 萧丽洛正被一条 双头巨蛇追赶 巨蛇足足有十米宽 身躯肥硕 却依旧动作敏捷 庞大的身躯掠过峡谷 整个地面轰隆作响 不断颤抖 飞沙卷食 巨蛇两个脑袋 一个土火 一个喷堵 萧丽洛每次对付专心 对付其中一个脑袋时 另一个脑袋就会偷袭 躲开巨蛇喷土而来的火球 萧丽洛抽空瞥了眼圣如月 圣如月正在对付 因巨蛇碾压 而从地下跑出来的行地鼠 气得萧丽洛要骂人 别管那些耗子了 你快攻击这条蛇 分散其中一个脑袋的注意力 圣如月踩在飞行法器上 胆怯地瞥了眼 不断追着萧丽洛的巨蛇 可是我才练弃五层 这蛇金单后期呢 练弃五层怎么了 他小师妹练弃二层 都能打金单7呢 萧丽洛觉得自己的要求很低了 你只需要攻击他 稍微分散他的注意力就行 两个脑袋都盯着我 我对付不了他 可圣如月看着那条狂暴的蛇 踩着飞行法器 稍稍离得更远了些 我会努力的 萧道友 你别灰心呀 别以为我看不出你想逃 萧丽洛一箭劈过去 没再管是不是会波及圣如月 躲着身后 巨蛇喷出来的火焰与毒液 直穿天际 消失在厚重的云层之中 圣如月顿时脸色大变 萧丽洛居然逃了 他顿觉毛骨悚然 巨蛇找不到萧丽洛的身影 竟然把注意力放到了他身上 不管不顾地朝他冲来了 第二十章 剑修 就是得走无情道 圣如月只有炼气修为 肯定无法躲过金丹七巨蛇的追逐 他反应极快地 掏出一条彩色长巾 挡在自己身前 巨蛇的毒液喷溅到长巾之上 长巾发出耀眼的光芒 将毒液反弹回去 巨蛇表皮受到毒液侵蚀 痛得原地打滚 圣如月趁机催动法器逃走 忽见一头黑熊 手持长剑从天而降 一剑斩下巨蛇其中一个脑袋 是肖利落 断裂的蛇颈喷溅出无数鲜血 肖利落丝毫没被影响 再次挥剑对上巨蛇的另一个头 巨蛇喷出火焰 不用再担心他另一个脑袋 偷袭的肖利落丝毫不拒 如红剑式围绕在他周身形成护体剑气 他枕头熊就仿佛一柄利剑 气势万钧地破开汹涌的燕流 一剑刺穿巨蛇的脑袋 庞大的蛇身轰然落地 整个西南大地都为之一颤 肖利落利落补刀 将巨蛇的内丹取出 这才长出一口气 嫌弃地瞥了眼圣如月 有那么好的护体法器 圣如月居然藏着不用 要不是他最后关头心狠试探了一把 差点被圣如月害死 肖利落扶下两枚补灵丹 坐在原地条西 补充体内干涸的灵力 圣如月犹豫片刻 小心翼翼地来到他身旁 讨好的喊了一声 师兄 肖利落忙起身和他保持距离 别瞎喊 我有师妹的 圣如月露出温婉的笑 小夕是我亲妹妹 你既然是他师兄 也就是我师兄 肖利落问 那你的清传师傅 怎么不是小夕的清传师傅 圣如月脸色一僵 小夕他是五行俱全的费铃根 无法被收作清传 那是你们瞎 看不出我小师妹是绝世天才 肖利落不想再听人贬低圣西 又给自己为了三颗补灵丹后 去处理巨蛇的尸体 作为一个没有太多收入来源的剑修 肖利落对妖兽尸体的处理 熟练到令人心疼 圣如月虽然眼馋 这头金丹漆妖兽身上的材料 但一直被巨蛇守护的木铃草 对他来说更重 趁肖利落忙着处理巨蛇的毒牙 没功夫顾上自己 成如月飞到山壁之上 想将牙壁上 一株泛着淡蓝色光芒的 午夜木铃草摘下 然而他刚伸手 一道灵力剑意从旁飞来 差点削掉他的手指 圣如月恼怒地看向肖利落 伸手把午夜木铃草摘下 放入玉盒之中 圣如月想抢却不敢 值得放软的语气说 师兄 我是木系丹铃根 这株午夜木铃草 能够稳固我的铃根 你给我好不好 不好 这个我要给小师妹 还有 你别喊我师兄 我不是那种随便的人 肖利落收起玉盒 丝毫没有商量的余地 圣如月不服 圣西只是个费铃根 他这辈子住击都难 你给他也是浪费 肖利落看都不看圣如月一眼 我小师妹天资绝顶 不是你们这种用才能懂的 更何况 就算他一辈子只是恋气漆 也是我师妹 我想怎么对他好都行 可这株午夜木铃草 是我先发现的 半生妖兽是你杀的吗 肖利落反问 如果不是我最后 分散了蛇妖的注意力 你也不能斩杀他 这里面至少有我一半的功劳 你拿了蛇妖的内单和尸体 这种木铃草 本来就该给我 圣如月越说越理直气壮 我如果刚刚不管你 让你再跟蛇妖纠缠会儿 不仅能拿到蛇妖尸体和木铃草 还能收获你的储物袋 肖利落头也不回地往前走 语气懒散 却如当头棒喝 让圣如月的脑子发懵 直到这一刻 他才意识到 自己是在跟一位金丹修士讨价还价 肖利落如果想杀人夺宝 强力地修为碾压下 他一个练气期 没有任何还手一地 圣如月背脊发凉 想要与肖利落分道扬镳 又担心自己独自一人后 会在秘境中遇险 思索许久 他咬牙对肖利落说 我知道小夕的下落 在哪 肖利落闪现在他身旁 圣如月被吓了一跳 随手指了个方向 那里 我们是姐妹 我能感应到他 肖利落面露喜色 迫不及待地 带着圣如月 往他所指的方向赶去 圣如月心中顿时酸得不行 圣夕怎么能有这么好的师兄 圣夕不应该这辈子 都在他的光芒之下 就像以前那样 被所有人无视吗 圣如月极度地望向肖利落 忽然又有些平衡 肖利落疼圣夕又如何 这不仁不妖的模样 也不知道圣夕练功走火入魔了 估计活不了多久 这还是他几个师兄里 最强的一个 过几年没了依靠 圣夕的日子 很快就会回到正轨上 到那时 他这个做姐姐的 肯定已经顺利助击 乃至结丹 照样能把圣夕比下去 圣如月如是想着 四下张望 寻找藏在安水山秘境中的凤凰蛋 这是只有他知道的秘密 只要能找到凤凰蛋 他就能窃取到凤凰血脉 顺利修炼到 原因期不成问题 正在这时 肖利落的速度突然加快 圣如月被他带着 很快看到了 由无数无铜树枝 搭建而成的巨大凤凰潮 他面露喜色 正要用打好复稿的话语 忽悠肖利落 就听到肖利落大喊一声 小师妹 圣如月顺着他的目光望去 偌大的凤凰潮中 根本没有凤凰蛋 只有睡得正香的圣夕 圣如月震惊 他的蛋呢 小师妹 你没事吧 来个哈欠 睡眼惺忪的问 你怎么这么快就来了 他带我来的 肖利落指了下圣如月 又把玉盒中的 五叶木铃草交给圣夕 这个能稳固你的木铃根 其余的五行铃草 我以后再给你找 圣夕一下醒了 他原本以为 这两人一起出现 圣如月肯定拿走了 所有的战利品 没想到肖利落 居然拿到了最重要的木铃草 五师兄有进步啊 圣夕就像老母亲 看见不成器的儿子 终于干出了一番事业 相当欣慰 还有别的吗 多着呢 都给你 肖利落毫不犹豫的 把储物袋递给圣夕 里面是这一路上 他斩杀的所有战利品 虽然因为着急赶路 而错过了不少妖兽 但肖利落因为足够倒霉 还是遇上了不少妖兽 因此储物袋中收获破风 圣夕用神石扫尸一遍 发现妖兽的内单和尸体 都完完整整的在里面 不由得看了圣如月一眼 你没分给他一些吗 我一个人杀的妖兽 战利品为什么要给他 肖利落反问 有道理 圣夕忍不住 啰了下肖利落毛茸茸的熊脑袋 来回拨弄他Q弹Q弹的熊耳朵 师兄 智者不入爱河 见羞 就是得走无情道 第21章 我来诛心 虽然听起来怪怪的 但小师妹肯定不会害他 肖利落很是开心的点了点头 我听你的 师兄被俩人说话时 圣如月在凤凰潮里找了一圈 没发现凤凰蛋 但看着圣夕脚边的凤凰荣语 他知道自己的情报没错 忍不住问圣夕 这里的东西呢 圣夕下意识摸了下 手腕上的琉璃手串 原文中 圣如月拿到了凤凰蛋后没多久 这枚琉璃手串 就出现在了他的手上 这代表圣如月知道 这颗凤凰蛋的一些秘密 圣夕看原著时不够认真 很多细节都不记得了 但既然多了个便宜爹 有些事他就得弄清楚 你是问这里的凤凰蛋 圣如月脸色大变 你知道 你拿走了是不是 是啊 先到先得吗 圣夕冲他笑了笑 打了个响指 三人脚下的凤凰潮 骤然消失 圣如月猝不及防 差点摔下去 他用法器稳住身子 见到空荡荡的梧桐树 意识到圣夕把凤凰潮收起来了 脸色愈发难看 起了抢夺之心 可有消力落在 他绝对抢不到 圣如月只能挤出一丝笑意 对圣夕说 小夕 这东西有很大隐患 还是让姐姐来帮你处理吧 什么隐患呀 圣夕拖长了音调问 圣如月咬唇 质疑许久后说 那并不是真正的凤凰蛋 而是上古凶兽的蛋 一旦凶兽破壳而出 会给整个东南灵界 带来灭顶之灾 从蛋里破壳而出的圣夕 上古咸鱼算凶兽吗 小夕 你把东西给我吧 我不能让你遇上危险 圣如月语气坚定 誓死如归 不用了 反正我一个练气期 也活不了多久 死就死吗 圣夕挥挥手 拉着萧离落转身离开 圣如月想要追上去 被萧离落用建议警告了下 不得不停在原地 师妹 别听她的 她说不定就是想骗你的凤凰蛋 这一路上 她什么活都不干 绞尽脑汁想骗我的战利品 虽然萧离落刻意压低了声音 但圣如月还是听得清清楚楚 脸色铁青铁青 从来都是她想要什么 还没开口 就有人送到面前 还是第一次被人这样飞翼 这些东西本来就该是她的 圣夕怎么敢跟她抢 挂在腰间的玉佩亮起光芒 代表附近有铜门 圣如月面露喜色 立刻放出信号弹 不一会儿 薛飞尘等人就赶了过来 见到圣如月渲然欲气 李延瑞盲问 师妹 怎么了 圣如月擦掉眼泪 断断续续说起这一路遇上的事 听得李延瑞直磨牙 那头熊竟敢如此狂妄 大师兄 不能放过她 薛飞尘心中也火大 但她跟萧离落交过手 知道这不是个善茶 硬来只会吃亏 思索片刻 她望向了队伍中的扶修 按照原文的记载 圣如月和萧离落 前往凤凰潮的路上 就该找到无相叶了 但因为圣希的穿越 萧离落忙着过来找她 避开了很多原文中 会去探索的地段 因而并未找到无相叶 圣希只能和萧离落往回去找 两人犹如即将面临 卫生检查的大学生 把目所能及的枯树叶 全都装进了储物袋 这股勤快劲 圣希都恨不得给自己发的奖状 然而两天过去 他们仍旧没找到无相叶 倒是和失散的温哲明 吕响遇上了 这两人一路上的遭遇也很凶险 吕响费尽周折得到的青金石 甚至都被薛飞城抢走了 晚上 师兄被四人点了篝火 坐在一起商议接下来的探寻方向 这几天 他们几乎收集了秘境中 所有能找到的枯树叶 可仔细查看之后 发现都不是无相叶 吕响苦恼地捂着脸 无相叶也太难找了吧 师父要这个东西干什么呀 温哲明若有所思 无相叶其实算得上是传说中的神物 据说能够增加授缘 准确来说是能够让使用者 与一人签订契约 支配两人的授缘 原文中 圣荣岳得到这东西后 用起科命的法术来毫不手软 反正有的是舔狗 愿意把自己的授缘送给他 净成员均要这东西 难道是因为察觉到自己授缘将近 萧黎落和吕响都想到这个可能 担忧地望向温哲明 二师兄 师兄 师父他 我不知道 温哲明摇摇头 脸色同样不好 师父没说 我们别瞎想 当务之急是找到这东西 不歇了 我现在就去找 萧黎落蹭一下站起来 斗志昂扬的 照明的水晶石漂浮在四人周围 各自掐风诀 把地上的落叶收集起来 圣熙一边搜寻无相叶 一边考虑起另一件事 圣荣岳既然知道凤凰蛋的存在 应该也知道无相叶 否则原文中的他 没机会把无相叶从萧黎落手中骗走 圣熙觉得自己漏掉了个很关键的东西 但怎么也想不起来 决定再去试探下圣如月 他正要把自己的主意告诉温哲明 温哲明忽然一把拉住他 吕响二话不收 掏出一件护具笼罩住他们 萧黎落则提见站在了众人最前端 几乎是同一时间 他们脚下泛起蓝青色的光芒 无数符文从中涌起 一道阵法困住了他们 薛飞辰等人从阴影中走出来 难得露出一抹笑意 又见面了 他扫了眼吕响三人 目光落在圣熙身上 把如月的东西还给他 你不如把我似师兄的青金石 先还给他 圣熙道 李延瑞不假思索 他自己护不住青金石 怪得了谁 那圣如月自己护不住东西 你们怎么还有脸来跟我要 更何况 这些东西他都没粘过手 哪算上是他的 圣熙问 为了拿到凤凰蛋 圣如月在跟薛飞辰等人哭诉时 省略一些东西 他们自然愿意相信圣如月 没把圣熙的话放在心上 薛飞辰沉沉望着圣熙 圣熙 我劝你别不是好歹 这是朱新阵 就算是金丹七的扶修 都无法轻易破阵 如今朱新之力已经启动 你修为最低 时间一长 第一个承受不住 圣如月担忧地劝他 小夕 你别任性 我们并不想伤害你 只是想拿回属于我们自己的东西 萧黎落吃了一声 要不要脸 那些妖兽都是我千辛万苦打死后 送给小师妹的 有你什么事 他迈出履想的防护范围 仰手便一剑打在阵法之上 整个朱新阵微微颤抖 随后阵法运转得更快 萧黎落感觉到心口一痛 好似万箭穿心 立刻退回护具之中 李延瑞露出得意的笑 朱新阵若不能一次性解开 每一次解阵或攻击 都会加大阵法的力量 你们的时间不多了 话音才落 屡想的护具被阵法攻破 他立刻又拿出第二件法器 重新将师兄妹四人护住 李延瑞更是得意 没必要为一些身外之物被朱新 早点交出来 还少受点罪 不然等你们死在里面 我们进去捡你们的储物袋也一样 师兄妹四人齐齐冷笑一声 化神七都无法将他们一击毙命 这破阵算个毛 李延瑞被他们笑得毛骨悚然 难道不是吗 被朱新的滋味可不好受 垃圾 盛希一脸不屑地 迈出驴响的防护阵 他手腕上的凤凰琉璃手串 泛起一股暖意 为他驱散了朱新阵带来的攻击 薛飞沉醋眉 盛希 朱新阵杀金丹修士 都轻而易举 你才练气二层 别找死 我来朱新 盛希冲他一笑 随后抽剑 早就在他体内疯狂运转的青仓诀 仿佛一下找到了宣泄口 蜂涌而出 庞大的灵力从剑刃之上一出 在一声高亢的凤鸣声中 朱新阵阵眼被击溃 整个阵法仿佛被按了倒放剑 以极快的速度消失不见 薛飞沉瞠目结舌 明明金丹七都无法强行破开的朱新阵 盛希一个练气二层 为什么能一剑击破 奇迹师妹 肖离落嘚嘚嘚瑟瑟的 搂住盛希的肩 一个劲的炫耀 你也可以称呼我暖暖 盛希琢磨着 回头让四师兄拿便宜爹的凤凰毛多 给自己做几件亮闪闪的衣服 才配得上这个新称呼 朱新阵破碎的剑气余威 飘过落风踪众人 盛如月面色惊恐 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幕 下意识躲到薛飞沉身后 被他一撞 薛飞沉回神 仔细打量盛希 刚刚从盛希身上 爆发出的强大灵力 好似只是幻觉 如今的盛希 仍旧只是一个 平平无奇的炼气二层 甚至因为是费灵根 他周身灵气混杂 在同修为中都属于弱者 应该是盛希身上的 某件法器破开了朱新阵 刚刚那阵奇怪的凤鸣声 就是证据 薛飞沉理清思路 心中大定 安抚众人 别怕 他们只不过是 依靠密保才能破阵 盛希 我没说错吧 盛希 啊对对对 你要不再设一个 朱新阵试试 薛飞沉莫名感受到了嘲讽 不不正是吗 盛希提着剑 跟上萧莉洛的脚步 与他并肩望向 洛峰宗的人 露出和善的微笑 那就把你们的 储物袋交出来吧 洛峰宗众人 竟然从一个 炼气二层身上 感到了威胁 李延瑞听着这熟悉的话语 心头猛的一跳 你什么意思 打劫啊 你们刚刚不也这么干的吗 盛希很无辜的问 盛如月捏紧了 自己的储物袋 小夕 你别开玩笑了 我们是亲姐妹 哪有用朱新阵 对付亲姐妹的 师妹 别跟他们废话 直接抢救是了 萧黎洛给盛希 递了个眼色 提见就对上 修为最高的薛飞沉 李延瑞面色一喜 他早就看出来 温哲明虽然是金丹修为 但绝不是战斗型修士 理想一个气修不足为虑 对面只剩下盛希 一个炼气二层的剑修 掀不起风浪 现在薛飞沉被萧黎缠住 剩下的人里 就数他修为最高 看来可以在小师妹面前 好好表现一番了 李延瑞压着内心的喜悦 对圣如月说 师妹别怕 我会保护你的 屡想反手就掏出一个 足有金丹修为的傀儡战士 傀儡足有两米高 手持巨斧 排山倒海般朝李延瑞砍去 李延瑞提剑相迎 狼狈还手 只有余力堪堪自保 骆锋宗另外两名内门弟子 都只有助击修为 温哲明放出金丹七的威压 他们和圣如月 便再无还手之力 圣夕美滋滋地收起剑 自觉点 把储物袋交出来 不然我把你们的衣服 也一起烧了 圣夕 你别欺人太甚 薛飞尘怒斥 下一期 萧莉洛凌厉的剑士 差点削掉他的耳朵 管好你自己吧 想起先前那些弟子丢脸的模样 两名内门弟子对视一眼 率先耸了 把储物袋丢给圣夕 圣夕满怀期待地 看向圣如月 你的呢 不用想也知道 女主的储物袋里 一定有很多好东西 圣如月顶着温哲明的威压 冷汗淋漓 说话都感到困难 却还是不死心地 想打感情牌 小夕 我是你亲姐姐 那你一定更不会藏私呀 圣夕剑她不愿意交出储物袋 直接上前 把圣如月的储物袋拿走了 还想去拿她的储物戒指 却发现圣如月手指上空无一物 你的须弥戒呢 因为普通的须弥戒 就要十万上品零食 那么珍贵的东西 师傅都只有两枚 我怎么可能有 圣如月恼恨说完 忽见圣夕手上 带着两枚制作精良的须弥戒 不只是她 站在她身后的温哲明和吕响也是 这两人手上 甚至带了四枚须弥戒 圣如月懵了 圣夕他们一个小门小派 怎么可能有这么多须弥戒 都是假的吧 你 小夕 你到底进了哪个门派 圣如月着急地问 圣夕没理她 把抢来的储物袋都交给温哲明 温哲明把上面的神石抹去 圣如月三人 只觉得脑袋一阵刺痛 吃痛中 圣如月暗想 自己还是高估圣夕了 她这么忙活一通 第一个分享战利品的 还是温哲明 在场圣夕修为最低 恐怕拿不到多少东西 然而温哲明抹去他们的神石后 只看了一眼储物袋中的东西 确保没有危险之后 她直接把储物袋交给圣夕 这次是托你的福 我们才能顺利走出诸心镇 这些理应给你 圣如月震惊 忙去看吕响 吕响毫无意义 圣夕不客气地收下了 打算等忙完这里的事 再跟三位师兄 分赃 圣如月自打败师 一直都被洛峰宗众人优待 都没有过这样的待遇 这一刻 她甚至极度起圣夕 李延瑞被傀儡打败 锋利的巨斧抵在咽喉处 她不甘心交出储物袋 向圣夕求助 小夕 我们从小一起长大 我是你师兄 话音未落 傀儡直接抢走了她的储物袋 将李延瑞一脚踢飞 吕响哼了一声 憨厚老实的声音中 难得戴上一丝不屑 我们才是小师妹的师兄 没错 圣夕美滋滋地 收起她递来的储物袋 看都没看李延瑞一眼 招呼还在 与薛飞尘缠斗的 萧丽洛走人 吴师兄 走了 好嘞 萧丽洛收剑回到她身旁 一行人转身就想走 却听到空中的薛飞尘 一声怒喝 你们想得美 她猙獰笑着 没了两人过招的 凌厉碰撞声 周围的一切细微声响 都变得清晰起来 寂静的树林中 轰隆声响不断靠近 仿佛山崩 地震了吗 吕响拉着圣熙 想要飞起来 温哲明神识外放 脸色骤变 是妖兽巢 薛飞尘冷笑 每次爱水山秘境出世 都会有一次妖兽巢 这是只有我们 洛峰宗知道的秘密 你们如果不想死 就把储物袋还给我们 我可以带你们去 最近的出口离开 四师兄 你那有能抵住 妖兽巢的护具吗 圣熙问 吕响很担忧的说 有是有 不过最多只能撑五十年 四师兄实在是太谦虚了 圣熙又问 那有能把人和妖兽 都困住的法器吗 吕响再次点头 忽然从小师妹的话语中 品出了一丝 他想搞事的意味 怪期待的 圣熙看向薛飞尘的眼神 犹如黑心资本家 看到了天选打工人 薛大手图 你玩过小猫钓鱼吗 第23章 大人 时代变了 薛飞尘没听懂圣熙的话 也没心思去多想 圣熙 你少故弄玄虚 妖兽巢即将到达 你们考虑好没有 妖兽巢的前锋已经到达 圣如月几人见状不对 纷纷起身 飞到薛飞尘身旁 真是是财如命 薛飞尘见圣熙等人不为所动 知道不能再拖延下去 带着圣如月等人就要走 四师兄 丢法宝 圣熙一声令下 吕响丢出一口古铜色的大蟒 大蟒飞到空中 骤然放大数倍 变成了半透明的法器 将所有人都包裹在内 原本已经飞出去很远的 落风宗众人 碰到大蟒边缘 仿佛撞上一堵墙壁 李延瑞惊待 圣熙 你疯了 想害死所有人吗 圣熙道貌黯然 别瞎说 我这是给你们一个历练的机会 这些妖兽最多不过金丹七 以你们的修为对付他们 绰绰有余 薛飞尘咬牙杀死一只 攻过来的青头雕 怒声质问 你们也被困在里面 就不怕亡火自焚吗 说话间 一头金丹七双月狼 飞扑向圣熙 屡想掏出一枚青玉龟甲 龟甲变大 将圣熙四人 全都装了进去 双月狼一头 撞在坚硬的龟壳之上 愣是被弹飞出去树米 见到这一幕 圣如月忙说 大师兄 我们也去小熙那边吧 不行哦 你们得好好打怪呢 圣熙笑眯眯的说 圣如月脸色发白 妖兽这么多 我们根本打不完 小熙 你别这么自私 我死了不要紧 师兄他们怎么办 圣熙双手一摊 毫不在意 又不是我师兄 关我什么事 洛峰宗这些人 从前没对原主表露过善意 刚刚还想用诛心阵截杀他们 圣熙现在不过是以牙还牙罢了 薛飞尘死死盯着圣熙 见他没再多看他们一眼 拉着萧丽洛等人 当着他们的面 开始平分洛峰宗弟子的储物袋 只觉得怒火攻心 然而不断袭来的妖兽 让他连质问的时间都没有 薛飞尘迅速吩咐队中拂袖不振 带着其余人飞快绞杀 不断扑向他们的妖兽 温哲明认真瞧着薛飞尘等人杀怪 难得赞许的点了点头 洛峰宗首图还是有点本事的 不过他先前与武师弟交手 耗费了太多灵力 快支撑不住了 哈欠连天的盛西 闻言瞄了薛飞尘一眼 从兜里掏出一瓶补灵丹 走到龟甲的入口处 萧梨洛一震 师妹 你该不会想给他送丹药吧 薛飞尘早就带着人来到了龟甲附近 妖兽太多 他们背靠龟甲 至少能保证背后没有妖兽来袭 听到萧梨洛的话 薛飞尘回头望了眼 见盛西果然一副 要将丹药送出来的模样 心神一动 盛西心里到底还是有他的 这个念头刚撞完 薛飞尘听到盛西义正言辞的纠正萧梨洛 吴师兄 你怎么能这么看不起薛大手图 人家堂堂落风宗首席清传大弟子 轮得到我给他送药吗 当然得卖给他 薛大手图 补林丹要不要买 一百上品零食一瓶 薛飞尘一口血 脑恨瞪了盛西一眼 李延锐怒斥 补林丹一瓶二十颗 通常只要一百中品零食 你这么贵怎么不去抢 盛西 这就是刚从你身上抢来的呀 李延锐被气得恍惚 差点被一头夭兽的利爪刺穿胸膛 盛西语重心长地教育他 大人 时代变了 现在这是紧俏货 价格上涨是市场规律 一百上品零食不买 过会儿我可就要涨价到两百上品零食咯 李延锐顿时不敢再反驳 他储物袋被抢 比薛飞尘更需要这瓶补林丹 大师兄 盛西 我买了 你把硅甲出口打开 我让小师妹去取 薛飞尘说 萧梨洛嫌弃的拒绝 不行 万一你家师妹赖 我们这不走了怎么办 计划被拆穿 薛飞尘咬牙 那怎么完成交易 我们给你送过去 你准备好零食 你顺便再看看 还要不要买别的 我这里还有 从你们那抢来的宁神丹 烈火符 地烈符 盛西美报一样东西 薛飞尘的脸色就难看一份 竟然正大光明的 当着苦主的面肖脏 还是高价卖给苦主本人 他从未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人 可偏偏他们身陷淋雨 不得不买 东西我都要 但我身上没那么多零食 薛飞尘道 写欠条吗 盛西大手一挥 算出总价 包含除物贷在内 一共75万8632块上品零食 薛大手图 今天付清50万上品零食 欠我们25万8632块上品零食 年利率13分 你看如何 薛飞尘出生修仙世家 不懂后面的话 在家里 学过内宅管理的圣如月 一下就听出问题 小西 你这是高利贷 你们早点还不就行了 盛西理智气壮 堂堂落风宗手图 总不会连这点钱都拿不出来吧 那你们这七大宗门之手的落风宗 薛飞尘忽然想起 上次他重伤 盛西把珍藏的救命丹药 给他支持得毫不犹豫 心中一紧 他和盛西 怎么就变成了如今这模样 再没有丹药 他或许能独自杀出一条血路 可剩下的师弟师妹 恐怕凶多吉少 看了眼已经灵力 耗尽的圣如月 薛飞尘咬牙望向盛西 成交 盛西开开心心的 把东西装进储物袋 递给温哲民 萧黎洛率先走出龟甲 提见斩杀妖兽 开出一条通向薛飞尘的路 温哲民取出履想特制的纸笔 是以薛飞尘先写借条 拿到借条和50万上品零食 我就把东西给你 师妹 去验货 薛飞尘吩咐了圣如月一声 很快写下欠条 拿出自己的零食袋 圣如月检查完毕 冲他点了点头 双方做完交易 萧黎洛火速带着温哲民 重新回到龟甲之中 薛飞尘迅速将丹药与俘芬 分发下去 总算得到一丝喘息之机 周围尸山血海 全是妖兽的尸体 圣如月第一次见到这些 如果不是命悬一线 恐怕早就被浓郁的血腥味熏晕了 李延瑞服下丹药 体内干涸的灵力得到补充 知道薛飞尘的欠条 是为他们写的 识趣的说 大师兄 这些妖兽的内端和尸体 都价值不菲 只要带出去卖掉 不仅能补充我们的损失 还能盈余不少 薛飞尘也是考虑到这一点 只见圣熙站在龟甲入口处 丢出一条金黄色的细绳 绳子末端 碰触到地上的妖兽尸体 立刻将妖兽卷住 随后不断上升 落入了圣熙的储物袋中 薛飞尘突然就明白 圣熙先前那句 小猫钓鱼是什么意思 它竟然是想坐收渔翁之力 第24章 尊严只在剑锋之上 薛飞尘怒火攻心 吐出一大口血 起身怒斥 圣熙 你别得寸进尺 这些都是我们斩杀的妖兽 所以呢 圣熙看都没看他一眼 仍旧和萧莉洛两人 捡尸捡换 圣如月气恼道 你师兄刚刚都说了 谁斩杀的妖兽归谁 既然是我们斩杀的妖兽 你们怎么能捡 萧莉洛一件击杀 一直冲到他面前的施救兽 有些心虚的对圣熙说 我是这么说过 师妹 要不别捡他们的了 你要什么 我去给你杀 吴师兄真是太纯良了 怪不得在原文中 被万人迷女主玩得那么惨 圣熙真诚地问 师兄 如果我们刚刚还在诛心镇中 你觉得他们会跟我们讲道理吗 萧莉洛一愣 刚刚他们被困在诛心镇中 骆丰宗那一群人 妥妥地强到嘴脸 怎么可能跟他们讲道理 圣熙举起自己的剑 师兄 记住 尊严只在剑锋之上 真理只在射程之内 实力 才是硬道理 有道理呀 他学剑又不是为了让人欺负的 萧莉洛冲圣如月 露出爽朗的笑 你要跟我手里的剑 讲讲道理吗 师就受烟红的血 顺着剑刃滴落在地 手持长剑的大黑熊 笑起来露出锋利的獠牙 让圣如月如坠深渊 这帮人都是疯子 圣熙抓紧速度减尸 萧莉洛在他周围护法 一有妖兽扑过来 就会被他解决 温哲明和吕响作为手艺人 手速飞快地 对妖兽尸体做初步处理 将内单或其他 需要单独保存的部分 做特殊处理 师兄那四人配合无见 看得骆锋宗一行人眼都红了 向来都是他们 骆锋宗在秘境中独占凹头 什么时候轮得到 别人踩在他们头上 薛飞尘等人 暂且用来歇息的 阵法受到冲击 他知道这片刻的安宁 马上就要消失 吩咐圣如月 一会儿我和师弟杀敌 你负责收拾妖兽尸体 能捡多少是多少 不能让圣熙他们全带走 圣如月瞧着那些 死状凄惨的妖兽 硬着头皮点了点头 防护阵法消失 薛飞尘等人立刻出手 圣如月被护在正中 能捡到的妖兽尸体相当有限 一直到妖兽巢散去 圣熙那边轻轻松松 捡了个盆满钵满 圣如月这里 都没能捞到几头 金丹七妖兽的尸体 妖兽巢将这一片森林 践踏得不成样 高大的树木被妖兽撞击 又经历了薛飞尘等人的攻击 只剩下满地狼藉的焦土 圣熙用神石一寸寸检查战场 寻找有没有漏掉的妖兽尸体 忽然精神一震 东南角有一头妖兽还活着 最重要的是 妖兽身上盖着一片枯叶 圣熙立刻想要将这个消息 告诉萧莉洛 却见圣如月面露喜色 正朝东南角走去 圣熙立马冲过去 圣如月健壮 同样加快速度 两人几乎是同一时间 赶到奄奄一息的妖兽身旁 圣如月伸手就想去取那片枯叶 被圣熙一剑拦住 还不肯收手吗 这只是一头练气漆的虫名兔 虫名兔是低阶妖兽 在修真界与凡间的野兔无异 普通修士遇见了 甚至都不屑猎杀 你这么在乎这头妖兽呀 圣熙问 圣如月咬着唇点头 我看他还有气息 想留他一命 做我的灵宠 行 给你 圣熙特别好说话 弯腰捡起虫名兔身上的那片枯叶 转身就走 圣如月瞪大了眼睛 等等 他一眼不眨的盯着圣熙手中的枯叶 脸上的表情有些控制不住 这片叶子很漂亮 能不能我看一看 我都把虫名兔让给你了 你怎么连一片枯叶都要跟我抢 圣熙把玩着手中的枯黄树叶 挑眉望着圣如月 薛飞尘没瞧出那片枯叶有特异之处 低声对圣如月说 只是片叶子 没什么了不起的 圣如月没理他 仍旧死死盯着圣熙手中的枯叶 温哲明品出不对劲来 朗声问 你看中的究竟是这只重伤的虫名兔 还是单纯想抢我师妹的东西 李延瑞抱起昏迷的虫名兔 送到圣如月面前邀功 师妹 这只虫名兔的伤势 回去养养就能恢复 我们走吧 别跟他们一般见识 小夕从小就没见过好资源 所以一片枯树叶也当个宝 你懂什么 圣如月低赤 恨不得伸手去抢圣熙手中的叶子 李延瑞一惊 没想到性格温婉的小师妹 竟然会用这样的语气跟自己说话 薛飞沉沉声道 圣熙 一片叶子而已 你姐姐喜欢 你就给他吧 我师妹也喜欢呢 凭什么给他 萧麗洛不满地提起手中长剑 满脸写着 不服来战四个大字 早就在妖兽朝中 筋疲力尽的薛飞尘 没敢应战 扭头离开 我们走 圣如月不甘心地跟上他们的脚步 一步三回头地望着圣熙手中的枯叶 他这模样 愈发让圣熙肯定 这就是无相叶 你那头崇名兔的修为 早就死在妖兽朝中了 可这片无相叶帮他抽取到了附近别的妖兽的寿员 以至于他能苟延残喘地活下来 圣熙因此推测出 他身上的枯叶是无相叶 不知道圣如月又是怎么知道这事的 拿到无相叶 他们的任务就完成了 圣熙正要把东西收入虚迷界 忽然耳边传来一道苍老的声音 小丫头找死 一道极为恐怖的力量 从圣如月身上涌起 直扑圣熙 周围的人却毫无察觉 仍旧自顾自的聊着天 圣熙只觉得周围的时间都好像被放慢了 他被圣如月身上那股力量锁定 无法动弹 几乎能遇见自己的死亡 然而下一瞬 一道更为强大的力量从圣熙身上泛起 挡住了那股即将落在他身上的攻击 攻击被弹飞 圣如月被反噬 猛地吐出一大口血 直接昏死过去 薛飞尘等人立刻乱作一团 圣熙脖子上的琉璃阴落破碎 脸色苍白如纸 却在这一瞬笑了 圣如月会知道凤凰诞能认出无相叶 通小常人不知道的秘密 刚刚就是这老头偷袭圣熙 但被静尘元军赠予的琉璃阴落挡住了 师兄 我们走 圣熙回神 抓起温哲明等人就跑 虽然他们一人一见能抗化神修饰攻击的防具 但没必要跟着老头硬抗 没了无相叶 这老头补充不到寿元 活不了几年 第25章 师父是不是被大成七仙尊包养了 不知道老头会不会追击 圣熙毫不犹豫地离开秘境 回到了温馨宗 见到他脖子上的阴落不见 净尘元军皱起眉头 路上遇见强敌了 嗯啊 萧丽洛点点头 噼里啪啦把事情说了一遍 要不是圣熙告诉他缘由 萧丽洛想破脑袋 也想不到 竟然有人能寄居在别人体内 净尘元军听完 皱眉沉思 通常只有肉身毁灭 侥幸逃脱一丝元神 才会选择寄生他人 这人既然出手 就能击碎小夕的阴落 真实修为应当在化神七以上 理想错愕 化神七以上是合体七 东南灵界还没有过 这么高修为的修士 师父 小师妹跟这样厉害的人结了仇 会不会有危险 他既然只能寄居在他人身上 就说明实力有限 往后你们提防些 问题不大 净尘元军丝毫不慌 从须弥界中取出一对金手镯 你的阴落碎了 这对镯子算是补偿 哪怕是合体七来了 也杀不了你 谢谢师父 圣熙老感动了 乖乖把无相叶拿出来 师父 我觉得这个应该就是无相叶 你看看对不对 净尘元军神石扫过 弯起唇角 嗯 做得不错 想要什么奖励 圣熙无欲无求 看向师兄们 萧离落非常实在 师父 我想变回人 净尘元军扑吃笑了一下 揉了揉萧离落的脑袋 为师还以为你挺喜欢这模样 萧离落惊了 您怎么会这么想 变成雄厚 我感觉身法都被这身坠肉拖慢了 净尘元军 含笑给了他一瓶环形丹 萧离落刚服下 身形就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缩小 变回了原来的少年模样 他惬意的舒展身子 发出幸福的窥叹 叔父 你们呢 要什么 净尘元军又看向其余三人 问新宗人员简单 师门和睦 虽然净尘元军对徒弟一直都是放养状态 但宗门内的库房或藏书阁都对弟子开放 无论谁都能自由取用里面的东西 要人门内弟子都不缺什么 吕响摇了摇头 师父 我不缺什么 这次我们在秘境中拿到了好多材料 我能用很久 温哲明迟疑片刻 犹豫地开口 师父 传闻无相夜能增加寿元 您 为师寿元长着 别担心 净尘元军是以他放心 温哲明很不放心 净尘元军无奈 从虚弥界中取出四瓶丹药给他 温哲明疑惑地打开看了眼 顿时脸色大变 这是 寿元丹 净尘元军汉手 每颗寿元丹能增加500年寿命 你们一人一瓶 算是这次是跑腿费 盛熙再次被净尘元军的出手阔绰震惊了 虽然修为越高 寿命越长 但终究还是有寿元耗尽的那一天 东南临界的顶阶修士都卡在化神修为 若是不能突破 就只能陨落 而多活一年 就多一份进阶的希望 因此 哪怕是化神期修士 为了一颗寿元丹都能打破头 净尘元军竟然一出手 就是四瓶 每瓶二十颗寿元丹 一瓶就是整整一万年寿元 盛熙望着净尘元军离去的背影 有些恍惚 咱们师父是不是暗中被大成七仙尊包养了 肖离落若有所思的摸着下巴 有可能 温哲明想让这两人别胡说 但想到自己翻遍了整个藏书阁 都没见到过寿元丹的配方 又觉得盛熙猜得有道理 除了距离飞升 只有一步之遥的大成七修士 谁能一次性拿出这么多上品寿元丹 只有吕翔很困惑 师父怎么认识大成七仙尊的 盛熙 这是个好问题 要不你去问问师父 吕翔虽然憨 但是他不傻 脑袋摇成了波浪鼓 和师兄们告别后 盛熙回到咸鱼峰 好好休息了一番 第二天日上三干 睡饱了的盛熙起来吃早午饭 忽然想到个很严重的事 他现在是一条能活上万年的咸鱼了 给稍微为自己的将来打算一下 修炼是不可能修炼的 但保命的东西得准备好 昨天在安水山秘境中得到的材料 盛熙不好意思去打扰他 便掏出了龟长老给的入门基础包 里面有气修的相关介绍 以及一些基础的炼器之法 盛熙一目十行地看完 觉得这玩意儿简单得很 走进小院东乡房的炼器室 准备小事牛刀 炼器与炼丹都需要本命火 本命火等级越高 炼制出来的法器或丹药品级就越高 温哲明和吕响定下修炼方向后 靖臣援君分别给了他们 无明理火和朱雀火作为本命火 盛熙想起满身是火的便宜爹 将体内游走的凤凰之力凝聚在指尖 指尖书的窜起一抹带着些许雷电气息的火焰 赫然就是凤凰火 将凤凰火引入炼器室的火炉内 火炉法阵加持下 豆丁大的凤凰火猛然放大 气势十足 很快就驱动了整个炼器室内的阵法跟着运转 按着书上写的 盛熙将准备好的材料丢入炼器炉中融化 再附着自己的神石与灵力 剔除材料中的杂质 仅保留自己想要的部分 最后再将其捏成自己想要造型就可以 通常得助击后才能单独炼器 盛熙的神石在剔除掉杂质后耗尽 炼器炉中的材料无人控制 犹如一滩烂泥似的倒在炉底 神石耗尽让盛熙异常疲惫 他没动力再努力 索性摆烂 收起凤凰火直接睡了一觉 第二天才过来查看自己的炼器成果 炼器炉底部躺着一件毫无造型 可言防御性法器 因为没有特地捏外形 法器外形就是最后的烂泥模样 但好在性能不减 盛熙对此很满意 并将这一法器取名为臭臭泥 外貌有什么要紧的呢 好用就行了呀 接下来的几天 盛熙又尝试练这些法器 效果都不错 神石也扩大了不少 练器时已经能支撑到捏外形那一步了 这天盛熙刚收工 忽然听到屋外雷电大作 带来令人惊颤的威压与震慑 竟然是杜劫雷云 第26章 捡到了我 就是捡到了宝 问新宗的天空之上 雷云密布 雷声轰鸣 仿佛天空破裂 世界末日 所有的仙鹤都落回到盛熙身边 哆哆嗦嗦地挤在一起 静晨元君等人 纷纷从自己屋中飞起来查看情况 就连在闭关修炼的大师兄都出来了 冤线在空中扫视了一圈 朝盛熙飞来 仙鹤自觉地给他让出一条路 让冤线走到盛熙身旁 温声道 别担心 是三师弟结丹 正抱着仙鹤瑟瑟瑟发抖的盛熙 长舒一口气 他还以为是圣如月的随身老爷 冲来问新宗追杀自己了呢 筑基七冲击金丹七十的最后一道关卡 就是渡劫雷云 只要能顺利渡过 往后就是金丹修士 若是没能抗过雷结 轻则退回筑基七 重新再来 重则丹毁人亡 灰飞烟灭 三师兄怎么结丹了 他原先只想冲击筑基七大员满来着 肖利落从剑一封飞来咸一封 可惜没有仙鹤让路 他只能强行从仙鹤群中挤进去 等他来到圣西身旁时 脑袋上插满了仙鹤细小的绒毛 原文中三师兄言彻出场 就是金丹初七 说明他这次结丹成功了 圣西对此不担心 还掏出糕点和灵茶 招呼两位师兄一起观摩三师兄杜结 这种近距离五帝观影体验 可是很难得的 肖利落担心归担心 看到静臣援君就在旁边守着 又放心不少 虽然师父只是个柔弱的原因出妻 但只要他在 全师门的都很安心 即使三师兄真的杜结失败 也不至于单毁人亡 大不了重新来过 冤线脸上没有多余的表情 但抱着剑始终专注地 望着颜彻所在的方向 显然时刻都准备上前帮忙 雷云越来越后 周围一片漆黑 仿佛一下到了午夜 圣西打个响指 点燃凤凰火照明 与此同时 轰隆一声巨响 一道粗壮恐怖的闪电 直接朝万福峰劈去 巨大的闪电照亮了天空 万福峰顶 一名劈头散发的少年 手持福禄丝毫不拒 闪电落下 少年丢出福禄 两者在空中相撞 发出巨大的爆 炸声 整个问心踪受到爆 炸的冲击地动山摇 圣西抓着微然不动的大师兄 才稳住自己的身子 忍不住感叹 杜结雷云好厉害呀 要是能存起来用就好了 冤线与萧利洛同时望向他 圣西记得自己 穿越前看过科普 一道雷电中蕴含的能量 就相当于是100公斤汽油 所产生的能量 这还是普通的雷电 杜结雷电所蕴含的能力 只会更多 就这么平白浪费掉 简直是犯罪 想来勤俭节约的圣西 忍不住从须弥界中 掏出一个巨大的弹壳 这是从安水山秘境中 拿到的凤凰弹 里面灵力汇聚而成的液体 对圣西另外存了起来 这个空弹壳 无论是硬度还是强度 都足够对抗这些杜结雷云 是个用来存能量的好东西 万福封顶少年手中的浮露 犹如天女散花 朝空中四散而去 拦住不断披向他的雷电 雷结的威力越来越厉害 所需的浮露也越来越多 少年以手中浮露作隐 双手结印 飞快射下一道阵法 原本披向他的雷电 被引入阵法之中 整个阵法发出轰鸣 被雷电轰塌 山石四剑 甚至碎石都飞到了咸鱼峰 对渊县一箭击碎 然而雷电不停 依旧迅猛密集地 劈向封顶的瘦弱少年 少年吐出一口血 继续结印不振 正在这时 他听到一声娇和 山石兄 充电宝来了 圣锡踩着金斗云 飞快地把凤凰弹 丢入他尚未布置完成的阵法中 雷电轰然落下 击中了凤凰弹 凤凰弹与阵法 却都安然无恙 只在弹壳周围 浮现出些许细小的闪电 严彻一正 不可思议地 望向空中的三人 冤线与萧莉洛一前一后站着 谨慎地戒备着 被他们护在中间的小姑娘 正笑逐颜开地跟他挥手 三师兄好呀 我叫圣锡 严彻出关就是杜杰 还不知道多了个小师妹 见师傅师兄都没反驳 他知道是真的 有些不好意思地 跟圣锡挥了挥手 师妹你好 话音未落 又是一道雷杰落下 严彻被吓了一跳 正要丢出俘禄 却发现雷杰被凤凰弹吸收掉 丝毫没对他造成半点威胁 雷杰愈发狂暴 似乎是恼怒自己 无法击中严彻 可凤凰弹立在阵法阵中 无论雷电从什么方向披落 最后都会落入弹中 刚刚还与雷杰 做殊死搏斗的严彻 一下子空险下来 他立在凤凰弹旁边 甚至觉得自己有点多余 冲击金丹的雷杰 虽然是修行路上的第一次雷杰 但其实最为凶险 严彻助击大圆满后 心有所感 顺势结丹 原本准备不足 即使能冲击金丹 也无法自如应对雷杰 时有疤 久会留有暗伤 需要后期好好调养 没想到现在这么轻松 就化解了雷杰 随着时间流逝 雷杰在狂暴过后逐渐变小 似乎是终于认清了事实 雷云不甘心地在天空 发出一阵琵琶声 最后慢慢消散 天空重现光明 阳光洒落 降云漫天 仙月绕梁 鹤鸣不止 云征侠卫之中 静尘元君飘然落地 他看了眼阵法 正中的凤凰蛋 含笑望向严彻 成功结丹了 做得不错 严彻有些不好意思 摸了摸自己杂草式的乱发 最后雷杰还是靠小师妹帮忙 修行乃是逆天而行 雷杰本就是为了扼杀修士成长 无论何种方法 度过了就好 静尘元君从须弥戒中 取出一枚储物袋 这是为师的贺礼 多谢师父 严彻开心结果 见师兄师弟们都来了 忙跑到盛西面前 小师妹 你那个蛋哪来的 怎么这么厉害 盛西 说是我出生十字带的 你信吗 捡的 盛西说 萧黎落双眼发光 能轻松抗住雷杰 这一定是上古神兽的蛋吧 小师妹哪捡的 我也想捡到宝 以萧黎落的非求程度 盛西怀疑他三号重来 都捡不到凤凰蛋 吴师兄 你捡到了我 就是捡到了宝 萧黎落 竟无法反驳 第27章 盛西飘了 问新宗为颜彻成功结丹 而举办了一场庆功宴 靖城援君和龟长老 两个长辈没有参加 送完贺礼后便走了 免得他们在场 这些徒弟拘谨 两人没有飞行 而是漫步走在山间小道之上 龟长老听着封顶徒弟们的欢呼 忍不住笑了 他们几个相处的不错 就是盛西最后丢出来的蛋是什么蛋 我怎么瞧不出来 凤凰蛋 靖城援君语气平静地说 龟长老诧异 你还有凤凰蛋呢 先前吕响手中的凤凰围语 就是靖城援君给的 吕响炼制成法衣后 送给了盛西 现在龟长老想当然地认为 盛西这枚凤凰蛋 也是靖城援君给的 不是我给的 靖城援君说 龟长老震惊 凤凰一族不是早就灭绝了吗 他在哪儿找到的凤凰蛋 他可记得那颗凤凰蛋上 灵气充足 完全不像是坐骨上千万年的空蛋壳 靖城援君没回答 龟长老的疑问 只是露出意味深长的笑 这孩子气韵在身 往后的日子 有的瞧了 万福峰峰顶 冤县等人都给盛彻送了贺礼 盛西也不例外 把自己真爱臭臭泥送给了盛彻 三师兄 虽然他长得丑了点 但这是我第一次练制出来的法器 非常具有纪念意义 盛彻有点感动 小师妹一个练气期 居然还给他这个金单七送礼 他反手就掏出一达福禄送给了盛西 师妹 这些高阶福禄你贴着玩 不够了再找我 我给你画 肖黎落看得眼馋 三师兄 我想要点逆宗符 一万上品零十一张 你要几张 盛彻问 肖黎落 算了 他不配 趁着没人注意 盛西悄悄把手中的逆宗符塞给肖黎落 肖黎落大喜 正要开口 被盛西捂住了嘴 让他赶紧收起来 别被三师兄看见 盛彻没注意到两人的小动作 正在跟温哲明申请免考 二师兄 我刚结单 需要一段时间稳固修为 这个月的月考 我可以不参加吗 明明是很理直气壮的要求 但盛彻说着说着 声音就低了下去 心虚极了 温哲明递给他一瓶雇员丹 微微汗手 可以 你安心稳固境界 没想到二师兄这么爽快就答应了 盛彻得寸进尺 我觉得我这次结单好难 一个月的时间还不够稳固修为 可能得好几年 温哲明笑得春风和煦 我正好研发了一位 能够帮助稳固修为的新丹药 你若真的感到修为不稳 都现在就试试 盐彻倒吸一口凉气 麻溜躲到吕响身后 一个月就够了 不用担药 温哲明如此可教的点了点头 又关切的看向其余人 明日就是这月的月考 你们准备的怎么样了 盛彦猛了 不是才考过吗 怎么又要考试 已经一个月过去了 温哲明贴心的提醒 萧梨洛默默看向自己的手 我才从雄变回人啊 吕响也苦着脸 我不想变猫猫狗狗 盛彦还怪想看他们变猫猫狗狗的 谁不喜欢毛茸茸呢 他没出生 打算一会儿就溜出山门 和上次一样缺考 然而温哲明像是看穿了他的想法 温柔的告诉盛熙 小师妹 这次月考你别缺席 我已经在山门处撒了毒 考试结束前 毒不会散 盛熙 二师兄你37度的嘴 怎么能说出这么冷血的话 你就不怕误伤吗 盛熙问 温哲明云淡风轻的说 死不了人 吕响心有余悸 最多就是生不如死吧 明日晨时 于清古风 封顶开考 请师妹和诸位师弟 不要迟到 温哲明下完最后通牒 脚踩七踩祥云离开 萧离落和吕响 赶紧回去连夜修炼 盐彻还要稳固修为 也回到自己的屋中 盛熙爬上金斗云时的腿 都是软的 神经恍惚的坐在上面 忍不住想象 自己明天会被二师兄抓去 是什么新药 忽然 他发现 渊县一直都陪着自己 大师兄 你为什么跟着我 渊县一言难尽的 瞥了眼两人脚下的山峰 是安道峰 盛熙飞错方向了 忙转身往咸鱼峰飞去 渊县忽然喊住他 需要我陪你练剑吗 盛熙不想练 但被抓去是要 想想就好可怕 求生欲战胜了咸鱼心 他点了点头 跟我来 渊县将盛熙带去 他练剑的后山 那边被强大的剑士 移为平地 周围设有阵法 避免练武场中的攻击外 泄到安道峰别处 把剑 渊县分腹 盛熙抽剑 体内不断运转的青仓爵 加速流转 即使他什么都没做 剑刃之上 隐隐有剑气一处 攻击我 渊县分腹 盛熙挥剑 庞大的灵力朝渊县攻去 他避开 盛熙追击 渊县抽剑还击 两人过招 明明只有练气二层的盛熙 居然跟金丹后期的渊县 打得有来有回 两人过了上百招 盛熙体内灵气干涸 渐渐有些支撑不住 他停下来服用补林丹 万分痛苦的跟渊县商量 大师兄 你不用这么给我放水 我不想在明天的考试中垫底 不想去给二师兄试药 渊县很认真的说 我没有放水 盛熙一愣 渊县语气正重 你很厉害 盛熙心缺一翘的大师兄 不会说谎 所以他真的那么厉害吗 盛熙信了 那我明天应该不会 被抓去试药了吧 盛熙双眼放光的问 只要能保持今天的水平 就不会 渊县到 那还练什么剑 他超厉害的 盛熙飘了 谢果冤陷 开开心心回弦于风 灵气耗尽 他累得不行 倒头就睡了 第二天 盛熙睡得正香 被仙鹤着醒了 他困倦地打个哈欠 抱着仙鹤翻了个身 含含乎乎地说 小鹤 让我再睡会儿 他隐约听见 外面有人说 考试 盛熙丝毫不慌 睡得更香了 他可是大师兄认证过的厉害 绝不会被抓去试药 无所畏惧 直到房门 被人一脚踹开 萧黎落大声嚷嚷 小师妹快逃 你考试垫底 二师兄来抓你是要了 盛熙一个鲤鱼打挺 人还没清醒过来 萧黎落扛起他 就往外跑 快逃 四师兄拦不住 二师兄多久的 盛熙被他编的人 都要散架了 我还没考试呢 你考试迟到 二师兄算你缺考 直接垫底了呀 盛熙还能这样 第二十八章 他不做人了 哈哈 萧黎落扛着盛熙 飞奔出咸鱼风 然而飞到山门处 萧黎落一个急刹车 转身又往别处跑 盛熙都能看到 二师兄从青蛊峰杀过来了 赶忙抓着萧黎落 要他转头 你往回走干什么 下山走这里 山门有毒 一向山清水秀的 问新宗山门 此刻正散发出 盈盈绿光 毒的不行 温哲明呼的 出现在两人眼前 萧黎落扭头 就想逃去别处 被他一把抓住 师妹要去哪里 温哲明笑盈盈的 把盛熙从萧黎落肩膀上拎下去 盛熙一梗 觉得天要亡我 我 二师兄我错了 你给我个不考的机会好不好 我保证不垫底 那总有一人垫底 你们谁愿意带小师妹受过 温哲明望向跟过来的其余人 萧黎落 吕响和言彻 齐齐后退一步 把冤线一个人留在了前面 温哲明眼前一亮 大师兄 若是你是药 我这就去把药量提升三倍 冤线面无表情的 将手中利剑推出半寸 凌厉剑意与杀气 瞬间在周围沸腾 温哲明连起笑意 假装自己刚刚什么都没说 扭头语重心长的告诉盛熙 没有规矩 不成方圆 说好是今日沉时 便是沉时 今日若给师妹不考 明日别人垫底也要不考 坏了规矩怎么办 二师兄明显是欺软怕硬 盛熙可怜巴巴的妄想冤陷 大师兄 你给我作证 我真的好厉害的是不是 冤陷汗手 萧黎落小声说 你缺考就是垫底了 盛熙踩了他一脚 我们是一父一母的亲师兄妹 萧黎落 可你如果不是垫底 就又要轮到我是药了 盛熙突然能理解五师兄 为什么这么狗了 可他也不想吃药啊 鬼知道二师兄又丧心病狂的 发明了什么新药 他不想跟三师兄似的 哭着喊着管师父叫娘 还抱着盆水 漫山遍野追着师父 要给他洗脚尽孝心 咸鱼也是要脸的 二师兄 我们的同门情义 难道就这么浅吗 盛熙可怜巴巴的望着温哲鸣 温哲鸣面露挣扎 盛熙再接再厉 咱们问新宗 只有我这么一条咸鱼 不是 只有我这么一个师妹 你珍惜点 吕响点头附和 是啊 如果美小师妹 带我们在安水山秘境里捡漏 拿到那么多腰单 二师兄你的新药 也没法这药块就练好呀 盛熙感受到了 来自四师兄的暴击 感情是他自作自受了 终于 温哲鸣松口了 既然大师兄作证你进步神速 二师兄 温哲鸣掏出两瓶药 这两瓶就是这次需要试用的单药 你自己挑一瓶吧 盛熙 二师兄你的放我一马 原来是放我的马 自己选一种死法呀 太惨了 肖离落和吕响 不忍直视的帮对方捂住眼睛 拿到免死券的言彻同情之余 还有些期待 二师兄 这两瓶分别是什么功效的 就是小师妹上次提议的 变成猫猫狗狗 这瓶变猫猫 这瓶变小狗 盛熙一下活了过来 我吃 做猫猫狗狗多幸福 他不做人了 哈哈哈哈 在众人惊异的目光中 刚刚还抵触万分的盛熙 开开心心 把温哲鸣的两瓶药都拿了过去 随手扶下一颗 盛熙感觉体内出现了一股奇异的变化 视线不断下落 身子弯曲在一起 除了稍微有些疼痛 倒是没什么不能忍受的不是 等到他彻底消化单药时 他已经变成了一只小猫咪 盛熙看看自己白乎乎的山竹小爪爪 很是满意的蹭了蹭 又扭头去看自己的身子 虽然多了条尾巴 有些不习惯 但毛茸茸的大尾巴 看着就好喜欢 凤凰为宇制成的法衣已经认主 随着他身子的缩小 而变成了适合猫猫穿戴的宠物衣服 靖臣援军送的金镯护具 也化作两个小小的金环 套在毛茸茸的小爪上 四师兄 有镜子吗 盛熙期待的问 声音带上了猫咪的夹子音 于想不明白 他高兴什么 逃出一面镜子 对着盛熙 光可见人的同镜中 一只山猫纹布偶猫 正双眼发光地盯着自己 盛熙对着镜子转了几个圈 对自己变成的猫猫相当满意 真诚地赞美温哲明 二师兄果真是担到第一人 小师妹谬赞了 这要你记得回头写份试用体验给我 这是预知的报酬 温哲明露出谦虚的笑 递给盛熙一个储物袋 里面是一些珍贵丹药 盛熙美滋滋地收起储物袋 好说好说 二师兄真客气 这次还有这种好事 一定要叫上我 这兄有媚公的一幕 看得另外师兄弟四人 有些凌乱 小师妹可能被吓傻了 虽然变成了小猫咪 但盛熙的灵力还在 只是爪爪不大方便握件 师兄能将他送回咸鱼峰 吕翔把咸鱼峰的两个家务傀儡人 改造成更适合照顾小猫咪的傀儡 颜彻看盛熙的小院上 华神七来了 都得折腾一番 才能打烂阵法 萧梨洛神秘兮兮的 拿出一个小药瓶 小师妹 这是师父给我的还行单 你快吃吧 盛熙忍着想把药瓶 推下桌的冲动 拒绝了萧梨洛 不用了 我超喜欢自己现在这模样的 萧梨洛痛心疾首的 跟渊县忏悔 小师妹一定是被吓疯了 早知道还不如让我去给二师兄试药 渊县无奈地看着他 伸手摸了摸盛熙的脑袋 他掌心有一层脖茧 微微的凉意 让圣熙很熟悉 下意识蹭了几下 渊县的动作一僵 望着圣熙清澈的瞳孔 又揉了揉他的脑袋 小猫咪露出幸福的笑 小师妹喜欢就好 渊县宽慰消离落 圣熙幸福地趴在软垫上 大师兄 你喜欢小猫咪吗 渊县一眼不眨地望着他 看到蓝宝石般的猫眼中 倒映出自己的身影 他捏着圣熙柔软温热的前掌 沉默片刻 认真的说 喜欢 第二十九章 惊 万人迷女主竟然想得到我 变成小猫咪后 对圣熙并没什么影响 依旧是在家闲鱼 过着神仙般的日子 这天中午 颜彻要下山买东西 上上圣熙一起出门 颜彻对福禄要求高 用来绘制福禄的福笔和福纸 都是高阶材料 消耗很大 好的福笔可遇不可求 这次仙阳城有一场拍卖会 传闻有高阶福笔出售 因而颜彻想去看一看 拍卖会的入口 在一间看起来平平无奇的酒楼中 颜彻进了酒楼 将一块特制腰牌递给小二 小二和燕无物后 便带着他走入酒楼后院 一棵巨大的黄阳树立在小院正中 小二示意颜彻将腰牌 放入树干之上的一个孔洞之中 腰牌被吸附其上 黄阳树树枝轻颤 粗 撞的树干之上 裂开一道仅供一人通行的小道 颜彻揉了揉圣熙的脑袋 却是正午 黄阳树内却是深夜 漆黑的天空之上 陌生的星辰 没有规律的在空中闪耀 仿佛仙人随意打翻的银沙 一幢金碧辉煌的九层公雀 占据了整个世界 巍峨高耸的楼台之上 诡异鲜艳的大红灯笼 无风自动 师妹 这就是乌牙阁 颜彻低声与圣熙介绍 乌牙阁是东南灵界最强劲的 几大势力之一 从事各种情报 物品买卖 其中也包括今晚这样的拍卖会 拍卖会还要一个时辰才开始 颜彻先带着圣熙进去吃东西 圣熙带了自己专用的小盘子 吃得正开心 忽然听见李延瑞的声音 小师妹 这次我带足了零食 一定为你拍到你想要的洗髓液 屋外走进来落风中的几人 李延瑞正跟在圣如月旁边献殷勤 圣熙有些紧张 生怕圣如月的随身老爷爷会认出自己 但看见自己爪杂上的一对小金镯 他又放心不少 他变成猫猫后 龟长老都差点没认出他 把圣熙揪到净成元君面前 才确认了他的身份 圣如月的随身老爷爷状态不好 应该不会时刻注意周围的低修为修士 最差就是再被他打一回 反正他有护命法宝 不怕这老头 圣熙又低头干饭 却发现圣如月走到了自己面前 卧槽 不会被发现了吧 圣熙慌得一笔 下意识跑到颜彻面前 希望护体金镯发挥作用的时候 能把颜彻一起护住 道友 你这灵宠真可爱 圣如月瞥了眼颜彻 朝圣熙伸出手 圣熙本能的飞机耳 冲他哈气 圣如月被吓了一跳 李延瑞不屑道 师妹 只是头修为低下的猫腰 不值得你多看一眼 可是真的好可爱 圣如月忍不住又想伸手去摸圣熙 被圣熙哈了一下 才不甘心地收回手 对颜彻说 道友 这只灵宠我买了 多少零食 我不卖 颜彻抱起圣熙 不悦地让他们走人 我师 我家猫不喜欢你们 请你们离开 李延瑞见颜彻身上 穿着皱巴巴的蟹衣 头发乱糟糟地披下来 虽然有个须迷戒 但乌漆嘛黑的 一看品质就不高 以为他就是个运气好 才能进入乌鸦阁的 低修为散修 他望向颜彻的眼神 愈发鄙夷 我小师妹想买你的猫 是看得起你 诺 给你一块中品零食 这足够你去外面 买十个药兽蛋了 一块中品零食 被他丢到桌上 被盛西一脚踹 回到了李延瑞脸上 他才没这么不值钱 李延瑞没有防备 零食飞到他脸上 直接把他鼻子都砸扁了 顿时鼻血直流 落风中的两名内门弟子 立刻拔剑 乌鸦阁内不准动手 颜彻不急不缓地站起身 一手抱住盛西 一手持拂 冷冷望着他们 盛如月知道规矩 是以内门弟子收手 对颜彻道 我们不想动手 但你家灵宠伤了我师兄 该如何赔偿 颜彻瞥了眼 被人扶起来的李延瑞 吃了一声 没打死算他命运 盛如月被呛了一下 没能反驳 眼神再次落到盛西身上 原本只是看小猫咪可爱 他才想养作灵宠 可刚刚盛西那一脚 竟然能让金丹七的李延瑞 都没能躲开 足见其潜力之强 盛如月更想得到他了 道友 若是你嫌价格太低 我们还能商量 盛如月深吸一口气 一脸肉痛的开架 两块中品零食如何 原本还对他开架 有些期待的盛西 三师兄 我们走吧 盛西给颜彻传音 再留在这里 他怕自己跌架 颜彻起身要走 李延瑞追上来 不准走 把猫留下 颜彻转身 右手一翻 一张符录贴在李延瑞身上 将他定在原地 说不卖就不卖 再听不懂人话 我诈飞你们 颜彻手一挥 无数高阶爆炸服 在他周身闪现 又很快消失不见 三师兄真帅 李延瑞瞪大了眼睛 忽然庆幸自己命大 对方这么多高阶爆炸服在手 如果真想动手 即使乌鸦阁都护不住他 真是裙死皮赖脸的东西 颜彻跟盛西抱怨着 朝二楼走去 尤其是他们那个师妹 高高在上的 都说不卖了 还追着要买 原文中 乌鸦阁拍卖 会是颜彻与万人迷女主的 第一次见面 颜彻因为不修蝙蝠 被李延瑞瞧不起 万人迷女主为他说了几句好话 正好被颜彻听见 震惊世上竟有如此 天真纯洁的好女孩 从此便沦陷在了 万人迷女主的魅力之中 现在因为多了盛西这只猫 颜彻对万人迷女主的 第一印象大打着扣 没想到 还有意外收获的盛西 心满意足地蹭着自己 毛隆隆的爪爪 走上二楼拍卖会的登记处 颜彻将自己制作的一些 高阶服录托乌鸦阁售卖 听闻乌鸦阁今日的拍卖会上 有一只用凤凰潮 梧桐制成的伏笔 正是 仙长若是有兴趣 请一定不要错过 接待女修笑咪尼的 递来一块玉牌 上面记载有本次拍卖 会售出的详细信息 原文中 这跟凤凰潮制制成的伏笔 被万人迷女主买走 但因为他无法使用 不得不 借给颜彻 让颜彻帮他画笔 一来二去 颜彻越陷越深 很快就成了万人迷女主的 掌中之物 最后甚至心甘情愿 为他赴死 我们可以见一下 这只伏笔的出售者吗 圣希问 女修惊讶地看着他 仙长 这是您的灵宠在说话吗 是 颜彻揉了揉圣希的小脑袋 低声道 如果在交易开始前 双方私自交易 不仅要支付高额违约金 还得依照原本的约定 再给乌鸦阁一份抽成 我只是想见一下他 不会私自买的 圣希冲颜彻眨下眼 想起自己肚结时 师妹的那番骚操作 颜彻嗅到了阴谋的味道 第三十章 三师兄实在是太扣门了 乌鸦阁在一定程度上 愿意卖修是一个方便 争得对方同意后 圣希支付了一笔中介费 给乌鸦阁 便见到了伏笔的出售者 双方约在乌鸦阁的 特制房屋中见面 屋内布置有阵法 双方各自坐在左右两侧 中间则有一道 阵法形成的帷幕 隔绝了对方的身形与气息 道友找我所谓合适 对方开口 声音在阵法的作用下下 显得有些不真切 是个助击期的难修 颜彻与圣希传音 乌鸦阁的隔绝阵法 虽然精妙 但遮不住他的眼睛 我们想跟道友做一笔交易 道友委托乌鸦阁 出售的凤凰潮之伏笔 若是以100万上品 零食以上的价格成交 100万以上的部分 我们评分如何 能卖那么多 男子有些惊讶 很快意识到自己失态 又强作镇定 你确定能卖那么多零食 原文中因为颜彻资金不够 这支伏笔 以100万上品零食的价格 被圣如月买走 现在有圣希资助 价格及时涨10倍 颜彻也买得起 圣如月对这支伏笔志在必得 李延瑞带了500万上品零食 来为洛峰宗置办材料 肯定愿意为他千金一制 不是是怎么知道呢 圣希神秘一笑 反正无论怎样 他都不吃亏 对面的南修陈寅片刻 答应了 好 事成之后 我会将一半零食留在乌鸦阁 道友可自行前往零取 送走陌生南修 颜彻苦着脸 举起圣希晃了晃 仿佛听到了小师妹 脑子里有水晃悠 小师妹 你把伏笔价格抬那么高干什么 我没那么多零食 师兄 你看这是什么 圣希嘿嘿一笑 抬起粉嫩嫩的小爪子 上面浮现出一个 缩小凤凰潮的虚影 颜彻打亮着半晌 有些不可思议的问 不会是凤凰潮吧 嗯啊 我这有一整个凤凰潮哦 随便从上面抽一把梧桐汁 就能给颜彻做好多伏笔 举无牙格这只写不了几年的伏笔 厉害多了 颜彻瞬间双眼放光 我回去就找四师弟 帮我做伏笔 小师妹 以后你所有的福录我都包了 三师兄真是个大方的人呐 拍卖会正式开始 颜彻与圣希坐在三楼大厅之中 百无聊赖的包着桌上 灵气稀薄的坚果 像是两只出来觅食的仓鼠 圣希无意间看到有炼气漆的修饰 端着灵气四亿的上好灵茶 送入四楼到六楼的包厢中 有些眼馋 三师兄 我们为什么不去包厢里面 他们吃的比我们好爱 没钱 颜彻吃着瓜子 头也不抬的说 圣希自从败入问新宗 师兄们随手给的零花钱 都是好几百上品零食 送的法宝 担药都是上品 他连最基础的下品零食都没接触过 一直以为问新宗适合 穷这个字绝缘的 冷不丁听到颜彻这么朴素的回答 他有些不习惯 你兜里不是有一百万上品零食吗 那是我要用来买伏笔 符纸和零墨的 不能乱画 颜彻看圣希眼巴巴的盯着楼上的包厢 伸手捂住他的眼睛 语重心长的教育他 师妹 修行之人 不能被眼前的花花世界瞇了眼 进包厢 要一百块下品零食一个人呢 好贵的 圣希 扶修是修真界最挣钱的职业 没有之一 三师兄先前送他的那一大把福禄 都是高阶福禄 随便抽一张 都价值好几百上品零食 他居然觉得一百块下品零食贵 三师兄可能不是穷 而是抠 四楼包厢的小洋台上 圣如月一行人就在上面 李延瑞瞥见三楼大厅中的颜彻与圣希 吃了一声 师妹你看 那人就知道吃 一副没见过世面的样子 也不知道是从哪个扇购沟里出来的土鳖 大厅中人很多 但圣希这只小猫咪非常显眼 圣如月望着圣希漂亮的毛色 以及他刚刚灵巧的身手 愈发心动 只有这种美貌与实力并存的灵兽 才配得上他 可惜了那只小猫咪 跟着这样一个主人 圣如月叹息 李延瑞将记载有本次拍卖物品的预件 递给圣如月 宽慰道 乌鸦阁一会儿会出售些高阶符禄 我们买下来 还怕那个小乞丐不成 圣如月眼前一亮 打亮着又在跟端茶女修要灵茶的颜彻 和摇着尾巴 同样等灵嘴的圣希 悲天抿人的说 下手轻点 别伤到那只小猫 你放心吧 就算真的伤到了小猫 我们落风踪还治不好吗 圣如月没再说什么 认真端向起拍卖清单 思考一会儿 该如何利用这些高阶符禄 拍卖进展的如火如荼 颜彻委托乌鸦阁出售的高阶符禄 很快就被一扫了光 圣希维三师兄有巨款进账而欢喜 右双眼发光的看向 被送到拍卖台 正中的凤凰朝之伏笔 伏笔模样古朴 隐隐有凤凰气息透出 但笔杆之上有些许细碎的裂纹 说明伏笔存在一定损伤 剩余可使用年限不长 但只要能够用这样的符 笔画出一张神机符录 那就是赚的 这是本场拍卖会的压轴大戏 起拍价为三十万上品零食 进拍一开始 众人便争相竞价 三十五万上品零食 四十万 五十万 洛峰宗陪同而来的两名妹们弟子 听着节节攀升的竞标价格 小声问 师兄 我们不进拍吗 不急 让他们先喊一会儿 李延瑞摆出一拍闲散的模样 偷偷瞄了眼圣如月 他心知这个时候不能着急 免得让小师妹觉得自己沉不住气 圣如月又在看圣西 小猫咪端坐在桌子上 尖尖的小耳朵 随着众人报价 而不断转动的模样 真是太可爱了 看得他恨不得当场就把圣西抢过来 伏笔的价格很快报到了九十八万零食 能出到这个价格的修饰很少 竞价的声音渐渐轻了下去 师妹 该我们了 李延瑞提醒了一句 圣如月朗声道 一百万上品零食 在场无人应声 扶修数量稀少 这只伏笔虽然值这个价 但大部分修饰买回去了 用不了也是浪费 思宜见现场鸦雀无声 开始倒数 一百万上品零食一次 一百万上品零食两次 一百万上品零食三 圣如月的嘴角挂上微笑 有了这只凤凰朝之伏笔 再配合他从于老那儿得到的服输 他一定能成为东南灵界最厉害的扶修 就在这时 大厅内响起了一个少年 满是肉痛的声音 一百万上品零食 加一块下品零食 圣西 三师兄实在是太抠门了